第4921章 一击至敌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小有你多虑了 老夫若想害你 何必多此一举 你看一看 这在场之中 能够杀了你的人 难道还在少数吗 我们若想害你 根本不必如此麻烦 老夫让你进入第七道结界门 是由老夫的考虑 若不是进入第七道结界门 你也不能够拿到此物啊 张道长说道 前辈若是这样说 那道也是在理 既然前辈没有谋害晚辈的意思 那是不是说 晚辈就算不将此物交出来 前辈也不会对晚辈如何呢 楚风问道 这倒是一个好问题 若是小有 不将此物交出 老夫的确不会对你如何 只是我九魂天河的小辈们 皆是为此物而来 你若是就这样将此物拿走了 我怕他们不会同意 张道长此话一出 众位小辈们便立刻明白了张道长的意思 唰唰唰 于是纷纷纵身 呈包围之势 站在楚风四面八方 封锁住了楚风的去路 不仅如此 他们一个个的更是释放出了自己的威压与气息 不断地向楚风冲击而去 就连那绿千亿也不例外 而他的气息 可不是至尊巅峰那么简单 他的气息 远远凌驾于至尊修为之上 那是五尊镜的气息 虽然只是一瓶五尊 可这气息 却是足够强悍 这样的气息一经释放 其他小辈们 便显得有些不堪一击了 可对此 没有人感到难堪 反而洋洋得意地看着楚风 那种得意的表情 就好像在对楚风说 你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九魂天和最强天才的实力 你一个是圣光天和来的香巴佬 居然有胆量在我们面前叫板 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 但很快 他们的得意的表情 就变得有些僵硬了 因为他们惊恶地发现 哪怕绿千亿 已是释放出了威压 但楚风的脸上 却依然毫无聚色 那种表情 全然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的意思 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一个圣光天和的小辈 见到这样的阵势 怎么可能不怕 傻了 他一定是被吓傻了 一定是被吓傻了 才会有这样的表情 不是不害怕 只是害怕到没了表情 再不明白 楚风为何面无聚色的时候 他们只能这样猜想 前辈啊前辈 王我还觉得 你是一个好人 一口一个前辈地叫着你 觉得你与那苍州 灰狮子不同 没想到 是我楚风看走眼了 楚风冷然一笑 脸上露出些许失望之色 小友 你就这样说 那可就不对了 老夫可没有阻拦你的意思 现在阻拦你的 乃是我九魂天和的小辈们 但他们为何阻拦于你 其实 老夫刚刚也已经说过了 你刚刚拿到的令牌 本就属于我九魂天和 你不应该拿走的 张道长说道 笑话 此处遗迹 乃是远古遗迹 此遗迹的主人 与你九魂天和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的遗物 怎么就成了你九魂天和之物了 楚风冷然一笑 张前辈 这种人何必与他废话 您一声令下 我现在就娶他向上人头 绿千亿单手握紧 一把武力长剑 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千亿 先别急着动手 我九魂天和 可是讲道理的 张道长说话间 看向楚风 小友 你也别说我九魂天和不讲理 我给你两个选择 你要么将此物交出来 我们放你离开 要么将这些拦住你的小辈们 全部击败 若是你能够 将他们全部击败 那说明 他们不配从你手中 将此物拿走 那这道令牌 自然也就应当属于你 不仅让你 将这令牌拿走 老夫还愿意告诉你 笑笑公主现在何处 因为你有这个资格 张道长说道 前辈你这一次 可是说话算话 楚风问道 自然是说话算话 张道长说道 而张道长此话一出 众位小辈们 则是面露讽刺的笑容 不是吧 你该不会真的觉得 你能够将我们所有人都击败吧 你 何等 何能 那绿千亿 更是讽刺地看着楚风 而其他小辈们 同样也是 用那如同看得傻子一般的眼神 看着楚风 阵阵讽刺的笑声 也是自他们之中不断传出 他们是何等人物 哪怕在九魂天河 他们也是大名鼎鼎的天才 就连九魂天河那些小辈们 看到他们 也只能仰望 而圣光天河是什么地方 在他们眼中 那就是鸟不拉屎的地方 那里的人 在他们眼中说是香巴楼 都是抬举了 他们甚至觉得 圣光天河的人 连人都算不上 可就是这样一个 他们眼中连人都算不上的人 居然有挑战他们的想法 这不可笑吗 这当然可笑 这就像一只蝼蚁 想要咬死一群人一样 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 喂 我说你是认真的吗 你是真的要挑战我们 我告诉你 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你若是真的要挑战我们 就做好受死的觉悟吧 不是我们手下不留情 而是对于你这种废物 怕是我们稍微用力 你就会飞回烟面 一名面容娇好 看着宛如仙女一般的女子 站了出来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子 却用那高高在上的姿态 看着楚风 她的眼中 楚风真如蝼蚁一般 对于这名女子 楚风却是理都不理 而是看向张道长 前辈 那我现在可以对他们出手了吗 楚风问道 可以 当然可以 若是你准备好了 你随时可以出手 张道长这话是笑着说的 而其他人笑得更为大声 他们眼里 楚风就如同一个笑话 而他们也都迫不及待的 想要看这个笑话出丑了 哄 忽然 楚风一山五洞 紧接着 一股强大的威压 自楚风体内释放而出 那威压之墙 瞬息盖过了绿千亿 等众位小辈的气息 在场的小辈们 在这威压面前 变得不堪一击 如同无形的巨石 砸在了他们身上 他们纷纷坠落到那地面之上 强大的力道 使得他们深入地底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就连众位老者 反应过来的时候 那些小辈 也已经如同一根根钉子一般 深深地插入了地底深处 就连绿千亿也不例外 败了 他们全部败了 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便败了 本章完 第4922章 何方神圣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怎么可能 这个小鬼他竟然 众位老者 再度看向楚风 一双双眼睛瞪得溜圆 目光也是 异常复杂 三平五尊 这是楚风此刻 所散发出的气息 可是一个 来自圣光天河的小辈 怎么可能拥有 三平五尊的修为 混账 冒充小辈 来欺凌后辈 你可真是 犹如修武者的身份 忽然一道责骂之声 响起 是那位九魂圣族的长老 还要脸不要 居然说我不是小辈 我若不是小辈 那阵法我能够进得去吗 楚风反问道 啊 在场的老者们 也都觉得 此话极有道理 其实他们第一反应 也是与这位 九魂圣族的长老一样 觉得这个 圣光天河的家伙 应该不是小辈 圣光天河的小辈 怎么可能会拥有 这样的实力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回想起来 楚风的确应该是一个小辈才对 毕竟此处得的阵法 先前已经给了明确的提示 阵法的提示 楚风就是小辈 他若不是小辈 也的确无法进入那阵法之中 了不得呀 真是识别三日 应当刮目相看 想不到圣光天河那种弹丸之地 居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天才 倒是老夫看走眼了 张道长也开始重新打亮起楚风 他此时看楚风的目光 终于没有了先前的轻蔑 前辈 现在可以将笑笑公主的位置 告诉晚辈了吗 楚风对张道长问道 你找笑笑公主 究竟是所为何事 张道长问道 恕我直言 这件事不方便告诉你们 楚风说道 哼 若是不方便的话 那老夫可就不能将笑笑公主的去向 告诉于你了 毕竟你可是圣光天河之人 你又拥有这样的修为 怕是你的来历 也并不简单吧 你这样不明身份的人 老夫不可能随随便便的 让你去见笑笑公主的 张道长说道 这样说来 前辈是又打算食言了 楚风问道 哼哼 小友啊 你这样说话 可就有些难听了 但是老夫倒是想问问 就算老夫食言 你又能如何呢 张道长双眼微眯地看着楚风 一副你奈我何的模样 这样说的话 你们这是明摆着 欺凌我这个后辈了 楚风问道 欺凌 这个词也用得很好 没错 老夫今日 就是要欺凌你这个后辈 我承认你天赋很好 好到超乎老夫的想象 可这又如何呢 就算你的实力再强 可也只是在小辈之中 在老夫面前 你依旧是一个弱者 我倒是要问问 老夫现在就是食言了 就是明摆欺凌于你 你能如何呢 张道长问道 对于张道长此时的嘴脸 楚风其实也并没有太大的意外 就自从张道长 让他进入第七道结界门的时候 楚风就已经猜想到 这位张道长 可能也不是什么好人 于是楚风 已然将手中那困住生龙皇子的阵法 准备好 他觉得 是时候将那生龙皇子释放出来了 如若不然 他可就要危险了 其实 刚刚你若乖乖地 直接将那令牌交出来 老夫会放你离开的 可是现在 却不行了 你知道为何吗 因为开始 我们觉得 你只是一个废物 你都不配 让老夫杀了你 可现在不一样了 你天赋如此出众 且来自圣光天河 老夫怎么能让你离开呢 你的存在 对于我九魂天河来说 可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不妨实话告诉你 现在无论你是否主动 将那令牌交出来 你都没办法活着离开了 张道长说道 呵 楚风淡淡一笑 旋即说道 我不妨实话告诉你 我此行并非独揽 与我同行的 还有三位前辈 他们就在这远古遗迹之外 因为节节限制 无法进来 我今日若是在此处出事 你们都别想活着离开 可谁曾想 楚风此话一出 却使得那张道长 再度放声大笑 哈哈 我没听错吧 他居然在威胁我们 张道长看向众人之时 笑声也是异常刺耳 而在场之人 也同样发出讽刺的笑声 他们也都觉得 楚风这番威胁的话 十分好笑 老夫知道 你身后有人撑腰 但老夫今日 就是要将你灭于此处 老夫不是看不起你 而是看不起你圣光天河 你身后的人是谁都无所谓 因为哪怕是圣光一族的族长 圣光悬夜 在老夫面前 也是与蝼蚁无异 老夫 今日就把话放在这里 别说是你 就算你身后那三位 也都要死 老夫 就是看不起圣光天河之人 就是要欺你圣光天河之人 你们又能如何 张道长牧视楚风 满眼傲气 明明他站在地表之上 而楚风欲空而立 可那种眼神 就好像是他在俯视楚风一般 好大的口气 我倒是要看看 你有何本事 敢如此不将我圣光天河 放在眼中 就在此时 忽然一道声音 自虚空之上乍响 哟 居然真的有人撑腰 然而 听到这个声音之后 九魂天河的众位强者 不仅不慌 反而面露喜色 在他们看来 楚风同行的人主动出现 反而省得他们花时间去找了 刚好 可以一网打尽 哄 可突然之间 虚空剧烈一颤 紧接着大地轰鸣四起 一股磅礴的威压 已是从天而降 这威压之强 就连九魂天河众位老一辈强者 在那威压面前 也是毫无还手之力 纷纷如同死狗一般 趴在地上动弹不得 但楚风 却是毫发未损 恐怖的威压 并没有伤害于他 此时此刻 除了楚风之外 唯一还能承受那威压的 便只有张道长 可哪怕是张道长 在那威压的冲击下 那张老脸 也是变得有些扭曲 这威压对于他而言 也是非同小可 张道长不由抬头 看向虚空 不知是何方神圣 大驾光临 可否现身一叙 张道长态度客气 已然没有了先前的 嚣张与得意 因为他能感受到 这来者 乃非寻常之辈 他不敢大意 而他话音落下 一道魂厚且霸道的声音 也是在虚空之上响起 何方神圣 正是你看不起的 圣光天河之人 三道身影从天而降 纷纷落在了楚风的身旁 这来者 楚风皆是认识 乃是念天道人 圣光白眉 以及圣光不与三人 看到这三位 楚风心中顿时大喜 虽不知这三位 是如何穿过结界 进入了远古遗迹之中的 但是楚风很清楚 有这三位撑腰 哪怕是在这样一个地方 楚风也是无所畏惧了 本章完 第4923章 好日子到头了 小说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你 你们是圣光天河之人 张道长正在打量着 圣光白眉三人 只是眼前这三人 他并不认得 至于圣光白眉 根本没有理会张道长 而是手臂微微抬起 刷 下一刻 无论是小辈 还是老一辈强者 全部从地表之上站立起来 且漂浮在了半空之上 这可不是他们自愿的 是圣光白眉用微压控制的 一群蝼蚁 也敢轻视我圣光天河的楚风少侠 当死 圣光白眉 看着绿千亿等一众小辈 眼中杀意涌现 碰 碰 碰 下一刻 阵阵闷想不断传来 顺势观望 所有人都是神色一惊 那些小辈的衣衫 以及乾坤带 还有鞋子 正在飘落下 而伴随他们一同落下的 还有一大片血水 那血水 正是这些小辈 那些小辈 全部被圣光白眉 一念之间 尽数抹杀 无论男女 无论年龄 就连那绿千亿也不例外 只要是九魂天河的小辈 已然全部葬身于此处 混账东西 你敢烂杀我九魂天河后辈 九魂圣族那位长老 指着圣光白眉 发出怒吼 要知道 这些小辈 可都是九魂圣族的天才 尤其是那绿千亿 虽不是九魂圣族之人 可因其所在势力 乃是九魂圣族亲信势力 他也是九魂圣族重点栽培之人 可现在 这么多天才 竟然全部抹杀 这被抹杀的 可不仅仅是 具有天赋的后辈 也是九魂圣族 所付出的心血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 对老夫大呼小叫 圣光白眉 此话说完 啊 阵阵惨叫 便接连响起 又有数人 在那威压的挤压下 直接化成了血水 死 这一刻 在场之人 皆是忍不住 倒吸一口凉气 能够来到这里的人 都是见过心风血雨 甚至说上 有沾染过无数鲜血的狠角色 可他们也是害怕了 因为刚刚死去的 全部都是九魂圣族的人 九魂圣族在场之人 就唯有那个开口 训斥圣光白眉的长老还活着 这一出手 就直接对九魂圣族出手 对方的态度 大家都已清楚 他们 根本就不惧怕九魂圣族 你 你 那位九魂圣族长老 脸色铁青 他既无比愤怒 可同时非常害怕 怒瞪的双眼 死死地盯着圣光白眉 可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 也是第一次面对 这样的狠角色 看什么看 他们都是因你而死 就因为你多嘴 当然 你 可就死得没那么痛快了 圣光白眉此话说完 手臂抬起 随后对着那九魂圣族长老一挥 扑哧 五力光刃略过 那九魂圣族长老的身体 已是被从腰部斩断开来 啊 这一刻 那九魂圣族长老 也是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但很快 他强忍住自己的疼痛 恶狠狠地看向张道长 张道长 你还在发什么愣 还不给我灭了此人 九魂圣族长老 对张道长咆哮起来 扑哧 可他话音刚落 一道鲜血 便自张道长的丹田 喷剑而出 是圣光白眉 不知何时 他手中出现了一把尊兵长剑 此时 暗尊兵长剑 已是洞穿了张道长的丹田 见此一幕 莫说九魂天河众人 就连楚风 都是颇为吃惊 而至于九魂天河众人 更是顿时傻眼了 张道长是他们之中最强之人 连他都败了 那他们 简直没有任何希望了 灭了我 就凭这个用旁门左道 以及修炼资源 强行将修为堆砌到八平五尊的废物吗 他 有资格灭我 你们可有见过 真正的八平五尊 圣光白眉此话说完 只听轰的一声 磅礴的威压 如同飓风一般 自其体内横扫开来 威压席卷之下 这方天地 已是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 仿佛整个世界 都陷入了混沌之中 而这 就是八平五尊的力量 是真正的八平五尊的力量 差距好大 看着圣光白眉 所释放出的威压 横扫八方 楚风能感觉到 圣光白眉与张道长的差距 他们都是八平五尊 可就如圣光白眉所言一样 张道长与圣光白眉的差距 非常巨大 这也是为何 同为八平五尊 张道长在圣光白眉面前 却连还手的机会 都没有的原因 三位大人 误会 这是误会 我其实也是惜财之人 而这位小友 如此天赋 如此出众 我怎么可能真的害他 刚刚只是逗他的罢了 张道长大嘴 向下一脸 就差直接哭出来了 而眼见着张道长 都是如此 那九魂圣族长老 也是吓得不敢说话了 至于其他人 更是瑟瑟发抖 全然没了往日的雄风 这也不怪他们 毕竟在场之中 最强的就是张道长 如今连他都败了 那他们 又能如何 别慌 我也只是逗逗你罢了 你告诉我 那笑笑公主现在何处 我保证不会再伤害你 当然 你要保证你说的属实 圣光白眉对张道长说道 我知道他在何处 他就在这里 他们就在这里 只是他已经进入秘境之中 张道长强忍着伤痛 从乾坤袋内取出一块特殊的原型玉佩 他将玉佩捏碎 随后抬手一扬 那玉佩竟然化作一道结界门 漂浮在半空之上 笑笑公主和英认大师 都在这里面 张道长指着那结界门说道 圣光白眉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了念天道人 这结界门没有问题 他应该没有说谎 念天道人说道 嗯 不错 圣光白眉点了点头 随后手臂向上一抬 呃 刺拉了 鲜血喷溅的同时 张道长更是发出刺耳的惨叫 原来他的身躯 已是被斩成了两段 你 你言而无信 张道长扭曲的老脸之上 竟不满了委屈 我就言而无信了 你能如何 圣光白眉凝声问道 饶了我吧 我知错了 我真的知错了 你想知道什么 我都告诉你们 你想要什么 我也都告诉你们 您饶了我吧 张道长不敢再有一点放肆 而是开始苦苦求饶 他知道 面对这种存在 强硬的态度是 没有用的 若是乖乖求饶 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圣光白眉冷然一笑 没有理会张道长 而看向九魂圣族的其他老一辈 他都求饶了 你们还要嘴硬 圣光白眉此话一出 众人立刻反应过来 纷纷跪地求饶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 阵阵求饶的声音 不断从这些大人物的口中传出 可圣光白眉双眼微眯 一抹阴冷 自其眼中闪过 砰砰砰 下一刻 阵阵闷想不断传来 那些跪地求饶的老一辈 全部与那些小辈一样 化作了一滩滩血水 此时 在场之中 尚且存活的 就唯有那皆是被斩成两端的 九魂圣族长老 以及张道长两人 张道长吓得一言不发 只是待在原地 看着那满地的血水 瑟瑟发抖 连哀嚎都不敢再发出 而那九魂圣族长老 眼含热泪 恶狠狠地盯着圣光白眉 你 你 你 只是 不知 他是受惊过度 还是太过气愤 连完整的话 都说不出口 而圣光白眉 则是冷然一笑 我怎么了 记住了 我圣光天河之人做事 就是如此 我留你们一命 是要你们传递一个消息 告诉你们 九魂天河的所有人 我圣谷已然出世 你们的好日子 到头了 本章完 第4924章 破开结界之人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画霸 圣光白眉 手中尊兵再度挥动 那九魂圣族长老 以及张道长 本已残缺的身躯 变得更加凄惨 撕心裂肺的惨叫 响彻的同时 楚风内心 没有丝毫怜悯 反而有着一种爽快之感 今日 若是楚风手中没有筹码 或者圣光白眉等人 没有登场 他的下场只有一个 那就是死 这些九魂圣族之人 也不会有人怜悯自己 所以对于这种人 楚风当然不会怜悯 至于为何 而会有爽快之感 那是因为 九魂天河之人 一直看不起圣光天河 甚至不屑于 去了解圣光天河 在他们眼中 圣光天河就是弹丸之地 是发自内心的 看不起圣光天河 以及圣光天河之人 而现在 这些高高在上之人 全部死于 圣光天河之人之手 楚风身为圣光天河之人 自然会觉得出了一口恶气 但同时 楚风也感叹 圣光白眉的手段 虽然有些残忍 但楚风却对他的印象 变得更好了一些 对待敌人 就是不能心辞手软 更何况是 圣光白眉这种身份的人 楚风少侠 要不我们先进去吧 短暂的折磨之后 圣光白眉 忽然停手看向楚风 折磨张道长 和九魂圣族长老 是替楚风出口气 但他也知道 楚风真正的目的是 笑笑公主 走 楚风说话间 便跃入了那结界门之内 念天道人和圣光不语 立刻跟着楚风 踏入其中 而圣光白眉 控制住张道长 和九魂圣族长老后 也是带着他们 一同进入了结界门之内 之所以不杀他们 可不仅仅是要折磨他们 毕竟对于此处 他们两个应该是最了解的了 进入结界门之后 他们进入了一个奇异的空间 这里一望无际漆黑一片 看不到世界的边际 有点像是身处于浩瀚星空之中 可是这里没有星辰 只有漆黑一片的空间 并且 脚下有路 是结界之力铺成的路 但这结界之力铺成的路 有些诡异 每走一段路程 他就会将众人定住 若要继续前行 必须破解才行 不过好在 有念天道人在 破解岛也不成问题 楚风如今 已是知道 念天道人的结界之术 达到了龙变八重 而楚风的结界之术 只是龙变三重而已 所以 只论结界之术 楚风与念天道人差距极大 破解此处的结界楚风 其实也可以 但却远远达不到 念天道人的速度 这种境界差距 哪怕天赋也无法弥补 虽说 念天道人破解此处阵法 如切瓜砍菜一般轻松 可此处阵法 不仅频繁出现 也是越来越难 导致楚风等人 前行速度并不是很快 至于张道长 他其实也是第一次进入这秘境 所以他也不知道 有何快速通行的方法 他们眼下 就只能这样前行 对了前辈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你们是找到那令牌了吗 楚风好奇地问道 毕竟这远古遗迹外的守护结界很强 非小辈只有拿到特殊令牌 才能进入 非也 是那结界被破了 念天道人说道 被破了 前辈好厉害 居然找到了破解方法 楚风看着念天道人 不由得目录佩服的目光 楚风先前 也有仔细观察 那远古遗迹的守护结界 那结界非常厉害 至少楚风是 看不出破绽的 念天道人 不仅破解 并且所用时间也是很短 这样的实力 让同为戒灵师的楚风 发自内心的佩服 目前为止 念天道人可以算得上是 楚风所认识的最强的戒灵师 哪怕自己的师尊 牛鼻子老道 若与念天道人比 也是差了很多 毕竟 牛鼻子老道的结界之术 也只是龙变五重 就算分开的日子 他能够突破吗 那也只是龙变六重 虽然龙变六重已经很强 可若与念天道人的龙变八重相比 差距仍是很大 不过楚风总觉得 他的师尊 没有表面那么简单 牛鼻子老道 始终给予楚风一种深不可测之感 哈哈 可就在楚风感叹之际 念天道人 却是哈哈一笑 楚风小友 你可真是看得起老夫 老夫哪有那个实力 那破阵的是另有其人 或者也可能不是一个人 念天道人说道 不是前辈 那是何人所为 楚风问道 不知是何人所为 我们没有见到那位 但是他的实力必然极强 因为他不是用结界之术 破开的守护结界 而是用蛮力 直接将那守护结界击碎了 就在此时 盛光白眉开口了 而他提及此事的时候 他的眼中不仅有不安 就连情绪都变得激动起来 可以看出 哪怕是他 也被那一幕锁尽到了 另有他人吗 只是此时 楚风心中却变得忐忑起来 因为他不知道 那位是敌是友 若是友 那楚风觉得 很可能是卧龙武宗宗主 毕竟在圣谷的时候 楚风就猜测 可能是他在暗中守护自己 可若是敌人的话 那可就不妙了 因为显然 那位的实力 是盛光白眉 都无法招架的 本章完 第4925章 英润大师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根据交谈 楚风也是知道了具体情况 在楚风独自一人 进入远古遗迹之后 盛光白眉等人 很担心楚风 可却又无可奈何 直到一声巨响在附近乍响 他们便闻声而去 这才发现 那守护结界 被人用蛮力 直接轰出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只是 是何人所为 他们并未看见 当时他们也意识到情况不对 应该是有强大的存在 进入了远古遗迹 此时的远古遗迹 已是变得异常凶险 可因为考虑到楚风的安危 他们并未选择离开 还是选择进入其中 寻找楚风 好在念天道人 结界之术精湛 他很快便捕捉到了 楚风留下的气息 且跟着这气息 找到了楚风所在的位置 当他们找到楚风的时候 楚风其实还被在 阵法之中没有出来 所以 楚风从阵法出来之后 所遭遇的事情 他们都是亲眼见证了 至于为何没有直接现身 倒也不是故意拖延 而是想要看看九魂天河 这些人的嘴脸 至于楚风的安危 他们也不担心 毕竟他们就隐藏于暗中 若是张道长他们 真的要对楚风下毒手 他们也会立刻出手相救 闲聊的同时 赶路也在继续 一番赶路之后 楚风等人前方 终于不再是漆黑一片 而是看到了一道结界门 穿过那结界门 进入了一座结界宫殿之中 这宫殿内 有着一座巨大的阵法 而阵法之外 盘坐着一个人 那是一个满头灰发 看着有些邋遢的老者 而他的身上 穿着的 乃是九魂圣族的长袍 不用介绍 楚风等人 心中也有了猜想 他应该就是九魂圣族 那位阴刃大师 先喵喵的灵魂 与笑笑公主相容 便是此人的手柄 眼下 这个阴刃大师 布置一座阵法 正催动那阵法 与此处的阵法抗争着 而看他眉头紧皱 大汗淋漓的模样 也可以看出 与此处阵法抗衡 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龙遍八重 阴刃大师 果然名不虚传 念天道人开口说道 通过阴刃大师布置的阵法 他已是看出 阴刃大师的结界之术 在何境界 听闻有人说话 阴刃大师才注意到 有人进来了 于是也是顺身观望 楚风 阴刃大师扫尸一圈之后 将目光落在了楚风身上 他 敬刃的楚风 随后 他又看了一眼 身负重创的张道长 以及九魂圣族那位长老 顿时明白了一些东西 这才对楚风说道 楚风 你来此处 应该不是为了此处的秘境 而是想要为喵喵公主报仇吧 是你 杀死了喵喵 楚风 宁声问道 老夫只是听命行事 不过 你若要报仇 其实可以直接杀了老夫 只要老夫死了 那在秘境之中的笑笑公主 也必然要死 你的大仇 就可以得报了 但是 你若是想救喵喵公主的话 我劝你还是冷静一些 老夫不能死 笑笑公主同样不能死 音任大师说道 而他此话一出 楚风顿时神色一动 你什么意思 你说喵喵他 还没有死 楚风宁声问道 喵喵公主的灵魂 如今就在笑笑公主体内 但是他的身躯保存完好 灵魂也保存完好 自然是还没有死 但 若是笑笑公主死了 那么喵喵公主 也绝对活不了 音任大师说道 卑鄙的东西 为了保命 居然连这种谎言都说 楚风小友 莫要信他 你一句话 想他怎么死 老夫就让他怎么死 盛光白眉 并不相信这音任大师的话 而是想狠狠地教训一下 这位音任大师 等一下 可楚风却抬手示意 示意盛光白眉不要乱来 你此话当真 喵喵他真的还没死 楚风继续对音任大师问道 此行前来 的确是为了报仇 可若先喵喵没死 那可就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了 什么事情 都没有就先喵喵重要 的确还没死 说起来 说起来还是因为你 喵喵公主才保住了一条命 音任大师说道 因为我 楚风有些不解 笑笑公主 可并非心慈手软之人 她之所以没有容炼 喵喵公主的灵魂 正是因为她知道了 你与喵喵公主是好友 说起来 楚风小友倒是真有魅力 你与笑笑公主 明明只是一面之缘 却能让笑笑公主 对你一见倾心 我九魂圣族 两个天赋最好的公主 都被你迷住了 你该不会不知道吧 音任大师看着楚风 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而楚风的心中 则是五味杂陈 她对笑笑公主的印象 本来就不坏 甚至可以说还不错 但因为她害死了先喵喵 楚风本来也是做好了 杀死她的准备 毕竟 对于楚风而言 先喵喵的重要性 可不是一个 一面之缘的朋友可比的 可倘若 真如这音任大师所说 先喵喵没有死 并且是笑笑公主 还是因为楚风 才手下留情 那楚风也是不知 该如何处置这笑笑公主了 我希望你说的是真的 你若敢骗我 我会叫你付出代价 楚风说道 楚风小友 老夫这个人 就一个优点 从不骗人 只要笑笑公主 顺利从秘境出来 你自己 就可以验证 老夫所说的话 是真是假 音任大师说道 那笑笑公主 她现在何处 她 是被困住了吗 楚风问道 她已然看出 音任大师不正抗衡此处阵法 是在解救一个人 这个人 必然就是笑笑公主 只是楚风不知道 笑笑公主 究竟被困在了何处 笑笑公主就在这秘境之中 只是她遇到了麻烦 话到此处 音任大师将目光看向了念天道人 老夫若是没有认错 这位 应该就是念天道人吧 念天道人 可否帮忙 与老夫一同对抗此阵法 毕竟只有笑笑公主活着出来 喵喵公主才能得救啊 音任大师说道 楚风小友 念天道人 没有理会音任大师 而是看向楚风 她 听从楚风的意思 告诉我怎么进去 楚风说话间 将那黑色的令牌 也是拿了出来 你居然拿到了她 还真是名不虚传啊 难怪 我族两位公主 都对你轻信 果然是人中之龙 音任大师 看到楚风手中 那可以进入秘境的令牌 也是有些意外 少废话 告诉我 怎么进去 楚风说道 剑状 音任大师也不再卖关子 而是告知了楚风 如何开启这令牌的方法 楚风剑状 立刻照做 其实方法很简单 将这令牌 与此处阵法融合即可 问 按照这音任大师的方法 那令牌与阵法相融之后 便化作了一道结界门 浮现这宫殿大阵的中心 楚风小友 我劝你一句 那里面可是非常危险的 笑笑公主如今就被困在其中 其实 你大可不必冒此风险 可以等笑笑公主出来 我与念天道人联手 应该可以帮她顺利过关 阴任大师说道 楚风没有理会阴任大师 而是看向念天道人 念天前辈 带我进去 你就帮此人 楚风对念天道人说完此话 便看向盛光白眉 白眉前辈 若我不能出来 就杀了此人 楚风画坝 便准备进入结界门之内 楚风小友 请等一下 可就在此时 那应任大师 却是再度开口 本章完 第4926章 空了的王位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风小友 此地的情况 你并不了解 我听闻过一些关于你的事 我知道你很有手段 是少见的人才 无论修武方面 还是结界之术方面 你都非寻常之辈 可是此处的凶险 你并不了解 若是能够顺利通关 见到笑笑公主 一定听从笑笑公主的话 否则若是惹了不该惹的祸端 就算我和念天道人联手 也不能救你们出来 音任大师继续说道 楚风看了他一眼 什么都没说 便直接进入了 那结界门之中 刚刚穿过结界门 楚风便被卷入了飓风之中 那飓风凶猛 如无数刀刃 向楚风席卷而来 也就是楚风修为强横 若是五尊镜以下之人 怕是会被立刻撕成粉碎 飓风虽强 楚风还是很快便稳住了身形 飓风是结界阵法 所以自然有破解的方法 楚风身为戒灵师 很快便找到了破绽 可以立于这飓风之中 只是飓风覆盖面积太广 这里简直就是一个 飓风覆盖的世界 并且 飓风不止一道 而是有着无数道 这些相连 却威力不同 有的飓风的威力 就算楚风的修为 不小心踏入其中 也会在瞬息之间 被撕成碎片 所以 楚风虽然在这飓风世界之中 稳住了身形 可若想找到出路 却也要小心为上 他必须行走在 自己可以承受的飓风之中 若是落入了超过自身能力的飓风 那可就危险了 于是 楚风动用了天眼 天眼之下 楚风倒是能够更好的分辨形式 看出一些破绽 若给予他足够的时间 他凭借天眼 也能寻得安全的方向 可楚风不想耽搁时间 因为他很着急 他先前 通过外面的阵法已经看出 笑笑公主被困住了 现在的情况应该不妙 而倘若笑笑公主死了 先喵喵也绝对活不了 这是为何 楚风要进入此处的原因 他并不是 急着见到笑笑公主 他其实是来救笑笑公主的 为了更快地找到笑笑公主 楚风拿出了天师浮沉 天师浮沉刚刚亮出 便立刻给予了楚风指引 并且这一次 天师浮沉的力量异常地浑厚 将会给楚风极大的帮助 你终于肯帮我了 看着此时 那蕴藏强大力量的天师浮沉 倒是让楚风心中得到了一丝安慰 因为天师浮沉 是一件有自己想法的至宝 他有的时候会给予楚风帮助 可有的时候并不会给予楚风帮助 好在这一次 天师浮沉 终于站在了楚风这一边 在天师浮沉的引路下 哪怕在这危险万分的 飓风世界之中 楚风也是如履平地 快速地穿梭着 很快 楚风便发现了笑笑公主的身影 只是他被困住了 他不小心落入了一个 极为凶险的飓风之中 只是眼下 却有着一重阵法 将他包裹 帮他抵挡着那飓风的力量 这守护笑笑公主的阵法 必然就是阴刃大师 所催动的阵法 此时的笑笑公主 不再是肖玉的男儿身 而是楚风之前 无意间看到的女儿身模样 别的不说 只说美貌的话 笑笑公主的容颜 还是极具观赏性的 她那孤傲而清冷的气质 有种特别的吸引力 但她可并不只是长得冷 她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 哪怕她身处于险境之中 也是并未慌张 而是冷静地 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寻找脱身的机会 可忽然 她愣住了 因为她看到了楚风 看到楚风那一刻 原本冷静的她 忽然变得不再冷静 眼中涌现出恐慌 吃惊 不安 愧疚等复杂情绪 这种情况下 导致她身上的守护阵法 都变得弱了很多 呼 那困住她的飓风 对她发动的攻势 变得异常凶猛 就连那守护阵法 也是有些难以支撑 见状 笑笑公主赶忙控制阵法 可却为时已晚 这样下去 那守护阵法必然要碎 笑笑公主也将丧命其中 之所以会如此 乃是因为 她刚刚分了心 导致与守护阵法相容出错 所导致的 眼见不妙 楚风挥动天师浮沉 刹那间 磅礴的结界之力 自天师浮沉 释放而出 穿过飓风 如绳索一般 缠绕住了笑笑公主 楚风向后一拽 便将笑笑公主 从那恐怖的飓风之中 拖拽了 到了自己的身边 除风 怎么会来这里 你是不是 笑笑公主 看着楚风欲言又止 而是低下了头 她有愧于楚风 不敢面对楚风 她显然 也猜到了 楚风为何而来 我问你 喵喵还活着吗 楚风也没有兜圈子 而是问道 你可以自己感应 笑笑公主说话间 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且挽起了自己的袖子 将那雪白的胳膊露了出来 楚风捏住她的脉搏处 将精神力涌入其中 因为笑笑公主 没有任何阻挡 楚风几乎可以观察到 她体内的一切情况 如今 她的灵魂深处 有着一座阵法 阵法之内 关押着一道灵魂 那正是仙喵喵的灵魂 仙喵喵的灵魂躺在其中 乃是深度昏迷状态 但完好无损 仙喵喵的却还活着 发现仙喵喵真的活着 楚风松了一口气 但同时 心中也是有些难受 因为笑笑公主 没有任何防备 楚风不仅发现了 仙喵喵在她灵魂中 楚风还发现 笑笑公主的灵魂 已是千疮百孔 她的确身患重病 并且已是晚期 那是要命的重病 楚风身为戒灵师 根本看不到可以医治的方法 这就是楚风难受的地方 她必然是要将仙喵喵救出来的 可仙喵喵解救后 笑笑公主的病该怎么办 也迟早会被此病吞噬 将因此而死 不管怎么说 你此举都是不对 为了续命 必要残害他人吗 虽然有些心疼笑笑公主 可她更心疼仙喵喵 所以她 还是对笑笑公主发火了 我说我是被迫的 你信吗 若是我愿意的话 喵喵她的灵魂 早就被我吞噬 我的病也早就痊愈了 笑笑公主对楚风说道 她终于敢正视楚风 她的眼中 仍有浓浓的愧疚 可同时 却也有着一抹委屈 这一次 倒是楚风躲开了她的目光 楚风有点不敢面对她 因为楚风知道 若是二选一的话 楚风必然会选仙喵喵 你进入此处 是为了那秘籍吗 楚风问道 不只是秘籍 还有其他重要的东西 笑笑公主说道 必须拿到吗 楚风问道 嗯 因人大师有大用 笑笑公主说道 那便走吧 楚风说话间 便继续前行 凭借着天师浮沉的力量 这飓风世界 对楚风而言 已是没有任何威胁 他们一路前行 很快便找到了一道结界门 穿过结界门 他们进入了一座 灰红的宫殿之内 这座宫殿极大 只是高度 便有十万米 在楚风眼中 它还是宫殿 但若是寻常人眼中 这就是一个世界 宫殿的中心 有着一个高达千余米的 巨大座椅 座椅乃黄金打造 不仅富丽堂皇 更是霸气非凡 只是眼下 那座椅已然空了 怎么会这样 看到那座椅 笑笑公主 变得有些紧张起来 哪里不对吗 楚风问道 你看 那秘迹 应该就在王位上才对 笑笑公主 说话间 打开一张散发远古气息的画卷 画卷内的场景 与这宫殿内一模一样 唯一区别的是 在那座椅上面 坐着一个身穿铠甲 瘦首人身的巨大雕像 那雕像 便是那秘迹 只是眼下 这宫殿内 的确看不到那雕像的踪迹 楚风赶忙挥动天师浮沉 想用天师浮沉看看 是不是那秘迹隐藏了起来 死 只是 天师浮沉感应之后 楚风却是眉头微皱 他发现 秘迹的确是被人拿走了 但若只是被人拿走了 倒也无妨 毕竟远古秘迹存在多年 有人杰族先登 也是常理之中 可是偏偏 那秘迹 是刚刚被拿走的 本章完 第4927章 其他存在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被人杰族先登了 可这杰族先登的 会是谁呢 楚风变得警戒 认真观察四周 他很清楚 无论是那充斥飓风的秘境 还是此时的宫殿 都是有限制的 唯有小辈可以踏入 这说明 拿走这秘迹的 也必然是一个小辈 可 会是谁呢 在你之前 可还有其他人 进入此处吗 楚风对笑笑公主 询问道 没有 进入此处 需要令牌 而此处令牌 只有两座阵法之中有 我拿到了第一道令牌 你既然能够进来 说明你是拿到了第二道令牌 除了你我 其他人便不可能进入此处 笑笑公主说道 这样吗 可我察觉到 那秘迹是在刚刚被拿走的 楚风说道 刚刚 楚风 你 你说的是真的 听闻楚风的话后 笑笑公主 何止是紧张 更是面露恐惧 楚风知道笑笑公主 可不是胆小怕事之人 所以楚风觉得 笑笑公主 必然是真的什么 你知道是何人吗 楚风对笑笑公主问道 我不知道是何人 但我知道 此处除了我们 还有其他存在 既然不是我们 那便是他们之中的后人 笑笑公主说道 其他存在 怎么回事 告诉我 楚风说道 这件事我回头告诉你 我们必须尽快离开此地 楚风 那个 那个才是音乐大师需要的东西 密集其实无关紧要 我们将那个拿走即可 笑笑公主说话间 指向了那巨大的王位 巨大的王位上面 镶嵌着多颗宝石 那宝石 看着虽然璀璨 可并无特殊之感 不像是什么宝物 而笑笑公主 所指着的那颗宝石 更是有些普通 虽微金色 但却非常暗淡 仿佛失去了能量一般 与其他宝石对比 显得很是低廉 但楚风仔细一看 便察觉不对 这块石头 有种奇异的感觉 楚风催动天师浮沉的力量 想去感应这块石头 嗡 刚刚触碰 那石头便释放出 磅礴的力量 直接将楚风卷入其中 楚风进入了 一个充斥着 结界之力的世界 刚刚进入此处 那结界之力 如千军万马一般 便向楚风席卷而来 好在 天师浮沉在手 天师浮沉 与此处结界之力相容 获得了不菲的力量 形成一道结界屏障 将楚风护在当中 这到底是什么石头 楚风趁着 天师浮沉守护自己之际 开始仔细观察这个世界 可却发现 什么都看不出来 这里没有任何指示 连离开此处的结界门 都是没有 她 被困在此处了 刷 可就在此时 一道身影出现在了楚风身旁 是笑笑公主 你怎么也进来了 楚风有些生气地问道 她倒不是担心笑笑公主 而是担心仙喵喵 毕竟现在笑笑公主 若是出现意外 那仙喵喵也是别想活 我有破解的方法 笑笑公主说话间 取出了一个罗盘 那罗盘 在她催动之下 立刻化作了磅礴的阵法 阵法出现 宛如一个巨大的漩涡 开始吞噬此处的结界之力 这是那阴刃大师的手笔吧 楚风问道 她看出这罗盘 虽然本身是宝物 也散发着远古气息 可里面的阵法力量 却并没有远古气息 而是那阴刃大师的气息 说明 阴刃大师 只是以这罗盘为基础 而布置了这座阵法 正是阴刃大师布置的阵法 这颗石头 名为远古戒魂石 它本来是用来镇压 此处密集的 相比于那密集 想动这石头 其实更难 但是只要将此处的结界之力 尽数吸收 就可以将这远古魂石收服 笑笑公主说道 阴刃大师 似乎对这里很了解 那现在 你可以告诉我 此处除了我们 到底还有怎样的存在了吗 楚风问道 这远古遗迹下方 还藏着一个远古种族 远古种族 已然觉醒 只是因为结界封锁 他们无法离开此处 可是我们刚刚所在的宫殿 是处于远古种族 所生活的领地之中的 只要我们推门而出 便会进入他们 所生活的领地 而这座宫殿 虽然有年龄限制 可就算远古种族 传承下来的小辈 也是同样可以进入宫殿的 笑笑公主说道 你是觉得 那密集被人拿走 很可能是远古种族的 后人拿走的 楚风问道 除此之外 想不到 其他可能吗 笑笑公主说道 的确是非常有这种可能 楚风也觉得 笑笑公主所说 非常合理 那此处的远古种族 很强吗 楚风问道 他们若是出去 很可能会毁了九魂天河 笑笑公主说道 这么危险 听闻此话 楚风也是有些不安了 难怪那密集会有反应 也许是感受到了 此处远古种族的可怕吧 那么这块远古戒魂石 除了能够镇压密集 还有其他作用吗 我想知道 那阴润大师要此石头 究竟有何用处 楚风目前并不知道 这块石头具体作用 但是那阴润大师 让笑笑公主 进入此处 主要目的是并非密集 而是这块石头 楚风觉得这石头 必然非同一般 毕竟 他可是明知道 此处有多凶险 还让笑笑公主来取此石头的 若非此石头 真的极为重要 怎会冒如此风险 这块石头 蕴藏着极为磅礴的结界之力 用它来布置阵法 会增加阵法威力 但此石头 其实是有一定意识的 所以才叫做魂石 也正因为有魂力 才能与我们的灵魂相容 用它布置的阵法 可以取代 如今我体内的阵法 我是想让喵喵 与我共生 所以才需要这块远古魂石 笑笑公主说道 是因为喵喵吗 听闻此话 一切倒也解释得通了 难怪笑笑公主 愿意冒如此风险 进入此处 拿这块石头 原来是有这样的原因 我不会让喵喵 喵喵一直在你体内的 无论用何办法 我都会让它恢复自由身 楚风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虽然她与笑笑公主 也是朋友 可是 她绝对不可能 为了让笑笑公主 延续生命 就让仙喵喵 此一直昏死 在其体内 笑笑公主听闻此话 神色略微有所变化 那是一种 有些失落的感觉 但很快 她自乾坤袋内 取出了一个精致的盒子 嗡 盒子打开 一道结界 阵法涌现而出 结界阵法内 封印着一道身影 那是鲜喵喵的肉身 肉身保存完好 本章完 第4928章 龙变四重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我从没有想过 真的杀了他 我只是真的时日不多了 再加上我拗不过我父亲 所以才走到了今日这一步 我本来想着 既然喵喵已经融入我的魂魄 我就先依靠他的灵魂之力 来延续我的生命 同时我会寻找其他医治我的方法 只要能够寻找到 我就会让音任大师 将喵喵从我灵魂之中剥离而出 恢复喵喵的自由身 笑笑公主说道 若是寻找不到呢 你就一直让他 躺在你的灵魂之中 直到他的灵魂 与你彻底相容 楚风问道 笑笑公主没有说话 而是关闭阵法 将那储存先喵喵肉身的盒子 递给了楚风 音乐大师 有办法将喵喵 从我体内剥离而出 我的病本就与他无干 你若想让他恢复自由 我会配合 笑笑公主对楚风说道 楚风接过了 那储存先喵喵肉身的盒子 且以防意外 并没有放入乾坤袋 而是放入了自己的怀中 只要喵喵没事 我会帮你寻找医治方法的 楚风说道 多谢了 笑笑公主对楚风施以毅礼 只是这毅礼 楚风感受到的 却是陌生 想必笑笑公主 心中也很难受吧 倘若如阴刃大师所说 他真的是因为楚风 才没有杀掉先喵喵 那楚风在他心中 必然有着一定位置 可在楚风心中 笑笑公主与先喵喵的位置 却是相差甚远 换作是任何人 如此清晰地感受到 楚风的差别对待 心中也都不会好过吧 咔嚓 咔嚓 可忽然之间 那吸收此处结界之力的 结界罗盘 出现了裂痕 过来 眼见不妙 楚风一把将笑笑公主 抓到了自己的身旁 用那天师浮沉的力量 也将笑笑公主守护起来 碰 下一刻 那罗盘碎裂开来 原本被罗盘 吸入的结界之力 不仅释放而出 反而再度向楚风 和笑笑公主袭来 此处的结界之力 变得更为残暴了 好在有天师浮沉的力量在 否则他们必然遭受攻击 这 怎么会这样 眼见着那罗盘碎了 笑笑公主慌了 除了用这罗盘内的阵法 收服此处结界之力 那阴刃大师 可还有告知你其他方法 楚风问道 他说 用这罗盘内的阵法 就能收服此处的结界之力的 除此之外 并无他法 对不起楚风 是我害了你 笑笑公主看着楚风 他急得眼眶都有些红了 他觉得他们被困在此处了 而继续等下去 只能等死 可若不是他 楚风也不会困入此处 楚风知道 笑笑公主 可不是一个脆弱之人 他之所以会如此悲观和自责 使他知道 此处有多危险 这个先交给你保管 还有 待在这里面别动 楚风又将那储存 先喵喵肉身的盒子取出 递给了笑笑公主 随后便要向外走去 楚风 你干嘛 不要出去 那结界之力非常残暴 他们会杀了你 见状 笑笑公主 一把拉住了楚风 根据我的观察 想要拿走这石头 就需要得到这石头的认可 认可的方法 就是要承受此处的结界之力 若是你刚刚的阵法足够强大 可以将此处结界之力 尽数吸收 倒也是一个办法 可那阵法显然不够强大 现在 若想离开此处 我们就必须 有人承受此处的结界之力 而显然 你我之间 我更适合 楚风说话间 便甩开了笑笑公主的胳膊 随后直接走了出去 没有了天师浮沉的庇护 那结界之力 如潮水一般 疯狂涌入楚风的体内 而楚风 虽然紧咬牙关 可他的脸上 还是露出了痛苦之色 不仅如此 楚风的肌肤 很快开始融化 连血肉都开始蒸发 楚风 见状 笑笑公主就要冲出来 别动 无论如何 都不要出来 可楚风却大喝一声 那你快回来 这样下去 你会被炼化掉的 笑笑公主劝道 别废话 若想离开此处 只能如此 楚风忍受着此处的力量 他知道这是离开此处唯一的方法 否则 将被一直被困在此处 但是此处的结界之力 太过凶猛 楚风不仅承受着身体被摧残的痛苦 就连自己的精神 也同样承受着折磨 转眼之间 情况便非常的糟糕 楚风感觉 自己进入了非常危险的状态 他的意识开始模糊起来 若是再不得到这结界之力的认可 那他很可能会死在这里 眼见不妙 楚风也想要动身 想先回到天师浮沉的庇护之中 先恢复一下身体 再想办法 可他却发现 他身体异常虚弱 已是动弹不得了 最重要的是 他连开口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想让笑笑公主拉他一把 都是不行 我 难得要死在这里了吗 楚风感觉自己的意识越来越模糊 意识模糊的同时 他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 那是接近死亡的感觉 至于笑笑公主 他看着那肉身几乎支离破碎 只剩下一副残缺骨骼的楚风 心疼的泪水都流了出来 若不是因为他 楚风也不必承受这些 这样下去 楚风会死的 他很想将楚风救回来 可因为刚刚楚风叫他不要出手 他不敢轻举妄动 他哪里知道 楚风现在其实很想让他将自己救回来 只是因为无法说话 所以才没有开口 太危险了 这是以命来搏 楚风 你真的承受得住吗 眼看着 楚风的气息越来越弱 笑笑公主也很纠结 他不知道该救楚风 还是听楚风的话 不管了 终于 笑笑公主下定了决心 他准备冲出 将楚风拉回来 哦 可忽然 楚风体内传来一声幕吼 紧接着 极为磅礴的气焰 自楚风体内释放而出 那气焰之磅礴 瞬息吞噬了这方天地 当这气焰出现的那一刻 原本对楚风发动攻势的结界之力 全部停止了攻势 他们停留在原地 不停地扭曲着 那种感觉 就像是害怕了一样 害怕到颤抖 这是什么 实际上 不仅仅是那残暴的结界之力 就连笑笑公主 她也感受到了 一股来自灵魂深处的压迫感 那压迫感 正是源自于楚风体内 所释放出的磅礴气焰 那气焰散发着如同王者一般 君临天下的威势 当他出现那一刻 便是这方天地 唯一的王 但那不是武力 而是结界之力 这种感觉 难道 这是楚风的结界血脉吗 他不仅有结界血脉 且他的结界血脉 竟强大到了这种地步 笑笑公主再度看向楚风 那还饱含热泪的眼中 充斥着震惊与恐惧 身为戒灵师 他能感受到 那结界之力 究竟有多恐怖 哦 忽然 又是一声怒吼乍响 那磅礴的气焰 回到了楚风体内 当那磅礴的气焰消失之后 此处的结界之力 再度疯狂地向楚风 冲击而去 只是这一次 那结界之力的攻势 发生了变化 那结界之力不再残暴 反而是异常柔和 这种情况下 楚风的肉身 不再遭受蚕食 反而是身体 还是恢复 不仅肉身很快恢复 陷入昏迷的楚风 更是睁开了眼眸 紧接着 一股磅礴的力量 落在了笑笑公主的身上 当他反应过来之际 他已不在 那石头的世界之中 而是回到了宫殿之内 紧接着 楚风的身影 也是自那石头之中 飞掠而出 楚风落地的那一刻 那块原本镶嵌在 王位上的石头 则是主动脱落 且飞向楚风 楚风探手一抓 便将它抓在了手中 看来 是成功了 笑笑公主说道 这石头还真是厉害 楚风看着此处的石头 笑容竟有些兴奋 因为他能感觉到 自己如今的变化 他的精神力与结界之力 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他 不再是龙变三重 而是龙变四重 嗡 就在此时 一道结界门浮现而出 是笑笑公主开启的 楚风 我们离开此处吧 笑笑公主对楚风说道 如今那石头已经到手 他迫不及待地 想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等一下 是不是打开那道门 就能看到远古生物 所生存的世界 但楚风 却将目光看向了宫殿的大门 对 那道门外 便是远古生物所生存的世界 笑笑公主说道 既然都来了 何不看上眼 楚风说话间 便一个剑步 来到宫殿大门之前 还不带笑笑公主开口相劝 楚风便推开了宫殿大门 而大门推开那一刻 不仅楚风愣住了 笑笑公主也愣住了 外面 无数只原本高达千米的庞然大物 他们凶神恶煞 似兽非兽 似人非人 身上还散发着远古气息 甚至其中最高达的 身体应该有几万米之高 若是站立起来 连云端都只能飘在他的身下 而如同这样的存在 一眼望去 简直数不胜数 如同连绵山脉一般 充斥在他们二人的视线之内 可是现在 他们全部倒在地上 刺鼻的血腥气 早已扑面而来 因为外面 已是真正的血流成河 那些远古生物 全部死亡 布满大地的血液 正是从这些远古生物体内流出 一具具巨大的尸体 如同一座座山峰一般 铺满了宫殿之外 那等景象 简直如同末日降临 本章完 第4929章 神秘红袍人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风 快走 我们快离开这里 忽然 一只小手抓住了楚风的衣衫 是笑笑公主 此时她脸色惨白 没有一丝血色 眼中更是涌现出极度的惊吓 笑笑公主如此冷静之人 都能被吓到这个样子 楚风也是理解的 外面的场面 实在太过恐怖了 那浓烈的血腥气 以及染红大地的血液 只有身在此处之人 才能感受到此地的可怕 那么多庞然大物 生前必然实力不俗 可是现在 似乎已然遭受了灭族之灾 不仅全部死了 楚风能感觉到 就连他们的本源 也被吸食得干干净净 身上的宝物 也已经被搜刮走了 因为有的远古种族 是光着身子的 有的则是穿着铠甲 这更加说明 有些远古种族 生前穿着的服饰 很可能不是 普通服饰 所以死后被人夺走了 楚风 别看了 快走吧 笑笑公主再度开口 她连声音都在颤抖 走吧 楚风的心中 也是颇为不安 这些远古种族 刚刚死去没多久 很有可能说明 那凶手还在此处 是何人图灭了他们 楚风第一个想到的 便是圣光白眉等人所说的 那个打破守护结界之人 可楚风本来猜想 那位打破守护结界之人 可能会是卧龙武宗宗主 但倘若真是那位打破结界之人 屠灭了这里的远古种族 那么那位 便绝对不可能是卧龙武宗宗主 他觉得 卧龙武宗宗主就算跟过来 也应该是为了暗中保护他 绝对不会无缘无故 对此处的远古种族下毒手 既然非有 那就很可能是敌人了 所以他们留在此处 也的确非常危险 走 楚风也是赶忙关上殿门 与笑笑公主 踏入了那结界门之内 但楚风不知道的是 当他刚刚向外观察的时候 两双眼睛也一直凝视着他们 这两位就站在一只远古种族的尸体之上 只是因为他们隐藏了身形 楚风并没有发现他们 楚风他们走后 空间微微扭动 在那只远古种族的尸体之上 两道红色的身影也是浮现出 那是一高一矮 两道身影 他们虽然身材不同 可是穿着却是几乎相同 红色的斗笠 红色的长袍 一片红色 没有任何其他装饰 看上去鲜红一片 如血染成 但不恐怖 可却有些压抑 而那斗笠 有结界阵法 虽没有遮掩 可却模糊了他们的面容 看不清他们的容貌 那个叫楚风的 有点手段 居然拿到了那块石头 看来这九魂天河内 倒也是有天才存在的 不过更为有趣的是 他的名字居然和我一样 也有一个疯子 不知道 这是不是 就是世人口中 所谓的缘分吗 高个子的红袍人口中 传来青年男子的声音 虽为男婴 可却较为轻柔 从声音判断 是一个温柔的男子 封少爷刚刚到此 有所不知 这楚风并非来自九魂天河 而是来自祖武天河 他在祖武天河 早就声名雀起 虽然他的天赋 与封少爷相比 还相差甚远 但在这浩瀚修武界的东狱而言 已是顶级 矮个的红袍人也是开口 只是他的声音 却是净显苍老 必然是一位老者 本以为此处秘籍 无人能得 我才将其取走 却不成想 此处还有这样的人物 我若不出现 这秘籍必然会被他拿走 玄老 我是不是应该将此秘籍归还于他 如若不然 岂不是破坏了规矩 青年红袍人对那老辈 红袍人说道 封少爷大可不必 我们是不应该与他们发生交集的 既然都拿了 也就不必归还了 那老辈红袍人说道 也罢 就听玄老的 我们走吧 青年红袍人 说话间 身形便消失不见 而那老辈红袍人 也是紧随其后 身形一转 便消失在了原地 与此同时 楚风与笑笑公主 已是回到了盛光白眉 以及念天道人所在的地方 并且眼下 他们正在盛光白眉的引路下 快速地离开此地 之所以急着离开 乃是因为楚风与笑笑公主 已是将那藏于地底身处的 原古种族 被屠戮的事情 告知了盛光白眉等人 既然已然发现 此处有危险 自然就不该在此处继续停留 他们快速赶路 可能出于紧张 他们路上都无人说话 他们明明 已是九魂天河 与盛光天河的顶尖人物 可眼下紧张的气氛 却弥漫于他们之间 直到远离那远古遗迹之后 楚风才率先开口 这位阴润大师 对于此处如此了解 可知此处的远古种族 有何仇家 楚风 看向阴润大师 他太想知道 究竟是何人 涂灭了那些看似不弱的远古种族 楚风小友 老夫知晓此处的事情 是根据一些记载 但是隐于此处的远古种族 究竟是何方神圣 老夫都不了解 就别提他们的仇家了 阴润大师摇了摇头 楚风少侠 你先前竟然有观察 那么可有看到穿红袍之人 盛光白眉忽然问道 红袍 没有看到 为何这样问 白眉前辈 你是知道什么吗 楚风问道 远古种族被屠戮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如今圣光天河 以及九魂天河 都不断有远古种族被屠戮 我圣古一位长老 曾亲眼见证过 一场对远古种族的屠戮 那是一名身穿红袍的红袍人做的 后面我圣古也曾专门派人 追寻此人 但每次都是迟了一步 至今不知他们为何要这样做 盛光白眉说道 红袍人 那可是玉宗之人 楚风问道 因为楚风知道 玉宗的人就是身穿红色长袍 并且非要说的话 玉宗的人实力莫测 也具备屠戮远古种族的实力 不是 玉宗之人的确身穿红色长袍 但长袍上面也写着地狱史三个字 并且玉宗之人头戴白色斗笠 而这些屠戮远古种族的不仅长袍是红色 斗笠也是红色 并且衣衫上面没有任何字迹 盛光白眉说道 白眉前辈 你先前说 你盛古有人见过他们 那可有与他们交手 楚风这样问 是想确定对方的实力 那一次 我盛古长老 本是探索遗迹 不知那里有远古种族生活 乃是无意间闯入那远古种族领地 那远古种族很是残暴 且实力不俗 原本我盛古长老 已是陷入险境 是在这个时候 那红袍人出现的 几乎请客之间 就将那远古种族 尽数图面 本来觉得 是我盛古那位长老 实力太弱 所以才觉得 那红袍人太强 可后来 我盛古之人发现 这红袍人的实力 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 倘若今日之事 也是那红袍人做的 那恐怕就算是老夫 也不是他的对手了 盛光白眉说道 不是玉宗 而是专门 屠戮远古种族的势力 并且他们似乎 只屠戮远古种族 并不会伤害其他人 对吗 楚风问道 他当然是发现了 我盛古长老的 但的确没有伤害 我盛古长老 不过 也同样没有理会 我盛古那位长老 盛光白没说到 只是屠戮远古种族 是为了抢夺远古种族的宝物 还是说 另有原因 楚风陷入沉思 PS 蜜蜂昨天颈椎病很严重 所以才断更了 今天也没有痊愈 所以先更新一张 明天争取更新两张 总之九月份的更新 蜜蜂会非常努力的 另外 有没有玩抖音的朋友 欢迎加蜜蜂抖音号 蜜蜂抖音号 SLDMF 本章完 第4930章 解救之法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浩瀚修武界 还真是卧虎藏龙 我楚风 真是太弱了 一番猜想无果 楚风心中发出感叹 莫说七界圣府 只是这红袍人 以及玉宗 也都是楚风望而却步的存在 他 要走的路还很长 既然红袍人的问题 无法解决 楚风也便不再关心此事 毕竟 此事其实与他 并无太大关系 于是他将那块远古戒魂石取出 但却没有递给阴润大师 而是递给了念天道人 念天前辈 麻烦帮我看看这块石头 听闻这块阴润大师 是想用这石头 取代笑笑公主体内的阵法 可我总觉得 这石头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作用 但我看不出来 还请念天前辈看一下 念天道人 接过石头 立刻观察起来 在念天道人观察之际 楚风则是看向阴润大师 你应该知道 如何将喵喵的灵魂 完好无损地 从笑笑公主灵魂内取出来吧 他之所以询问阴润大师 是楚风早就观察过了 阴润大师是用某种秘法 才将仙喵喵的灵魂 融入笑笑公主体内的 若想取出 也需要用相同的秘法 如若不然 会很危险 稍有不慎 便会酿成大祸 不仅仅会伤害笑笑公主 仙喵喵 也可能会魂飞魄散 这也是为何 楚风没有求助念天道人 而是询问阴润大师的原因 他觉得 哪怕念天道人 也没有办法 若想解救先喵喵 就只能靠着阴润大师 楚风小友 笑笑公主的意思 并没有打算吞噬掉 喵喵公主的灵魂 而是先用喵喵公主的灵魂 延续她的生命 然后再 阴润大师还想要解释 可就在此时 笑笑公主 却是忽然开口 阴润大师 按楚风的意思来 听闻此话 阴润大师 先是神色一将 他已经明白了什么 也很快接受了这件事 于是看向楚风 楚风小友的意思 是不考虑笑笑公主的安危 而是要尽快让喵喵公主 恢复自由吗 阴润大师此话一出 圣光白眉 圣光不语 以及念天道人 都是不由地看向了楚风 在楚风进入秘境 去找笑笑公主的时候 他们也都与阴润大师 有过交谈 如今皆是知道 楚风与笑笑公主 其实是就相识这件事 一个是好友 而另外一个也算朋友 这对任何人而言 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所以他们明白 让楚风现在就选 的确是有些难为楚风的 但楚风接下来的选择 却也能够看出 在楚风心中 谁的分量更重 如果喵喵是自愿的 我楚风无话可说 可他是被逼迫的 我要他立刻恢复自由 楚风说道 笑笑公主 其实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是当楚风此话一出后 他的脸上 仍是涌现出了一抹淡淡的失落 楚风小友 我明白 你的意思了 不过想要将喵喵公主 从笑笑公主体内剥离而出 老夫只能是辅助 若要做这件事 还需要找人帮忙 不知楚风小友 可认识这样的朋友 龙变七重的小背戒灵尸 阴任大师说道 你的意思是 必须融遍七重的小背戒灵尸 才能将喵喵的灵魂 从笑笑公主体内剥离而出 楚风问道 的确如此 阴任大师说道 哄 而他此话刚出 一股强大的威压 已是笼罩在了阴任大师的身上 是圣光白眉 他释放威压的同时 也是将张道长 以及九魂圣族那位长老 从乾坤带内拽了出来 那两位 依旧是极惨的模样 被拽出来 还以为圣光白眉 要继续折磨他们 立刻求饶 看到这两位凄惨的模样 笑笑公主 也是小脸微变 他之前从秘境内出来 并没有第一时间见到 那被折磨后的张道长 与这位九魂圣族长老 所以 他之前并不知道 圣光白眉的危险性 而现在他知道了 其实与他与阴任大师 都已是阶下囚 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必须服从楚风等人的命令 是不是给你脸了 非要你和这两位一个下场 你才肯老实吗 圣光白眉 指着张道长二人 恶狠狠地对阴任大师威胁起来 他并不相信阴任大师的话 所以觉得阴任大师 是不想将些喵喵放出来 而故意撒谎 难为楚风 不说别的 只说圣光天河 除了念天道人 达到了龙变八重之外 就找不到第二个龙变八重 甚至就连龙变七重的 也是找不到 就别说龙变七重的小辈 戒灵师了 九魂天河的戒灵师 虽然比圣光天河 确实强了不少 可龙变七重的小辈 也是难以找到 甚至可以说 根本找不到 两个天河 都不存在的人物 让楚风去找 这不是难为楚风 这是什么 这位大人 老夫所言乃是属实 这是我那密阵 楚风小友可以看一看 念天道人也可以看一看 老夫是否有说谎半句 这阴润大师 倒是有些骨气之人 哪怕面对圣光白眉 如此威胁 他也是波澜不惊 且说话间 将一个古老的卷轴 拿了出来 递给了楚风 楚风将卷轴打开 古老的阵法 布置方法 便浮现在了楚风眼前 此时 念天道人也是凑了过来 仔细观察起来 这古老卷轴上记载的 乃是一套完整的密阵 正是可以用运用他人灵魂 来为疾病患者保命的方法 而阴润大师所言属实 虽说将灵魂融入体内 他准备妥当后 的确自己便可以完成 可若想将灵魂 从体内剥离而出 却需要小辈来完成 并且龙变七重 其实是小辈借灵师的最低需求 白眉大人 收起威压吧 念天道人 对圣光白眉说道 他的意思是 阴润大师所言属实 所以无需对阴润大师动手 哼 可圣光白眉并没有照做 反而冷哼一声后 才看向阴润大师 且他的眼中 寒意不简 反而更浓 本章完 第4931章 诸葛家的传承古镇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圣光白眉 虽然结界之术 不如念天道人 可他也是戒灵师 其实不用念天道人说 他也是看出了 这圈轴上的密阵是属实 而且非常合理 但 他却不准备善罢甘休 卑鄙无耻的东西 居然用如此邪恶的阵法 来残害喵喵公主 简直桑尽天良 你 当死 圣光白眉 虽确认阴润大师所言属实 可却并没有收回威压的意思 反而动了杀念 他是觉得 解救先喵喵的方法已经知晓 便没有留着这阴润大师性命的必要了 毕竟说起来 阴润大师也算是罪魁祸首 是他亲手 将先喵喵的灵魂玻璃而出 送入笑笑公主体内的 若不是笑笑公主心善 仙喵喵早就已经彻底死了 可谁曾想 面对圣光白眉的杀意 阴润大师不仅依旧不惧 反而放声大笑 这位大人 你这是要羡慕杀驴吗 刚知道这老夫这秘法 觉得老夫没有利用价值了 便要除掉老夫 若真是如此 你可真是小看了老夫 你结界之术有限 可以让念天道人出手 那阴润大师说道 你什么意思啊 圣光白眉 也意识到有猫腻 而阴润大师 则是不理会圣光白眉 反而是看向了念天道人 念天兄 你仔细观察一下 笑笑公主体内的阵法 你看一看 若是老夫死了 你们真的能够保证 喵喵公主安然无恙吗 阴润大师说道 听闻此话 念天道人赶忙抓住了笑笑公主的手腕 开始观察笑笑公主体内的阵法 一番观察之后 她也是眉头微皱地看向楚风 如今束缚喵喵公主的阵法 是另外一种密阵 若要解开 有些麻烦 念天道人此话之意 就是在说 这解开方法 唯有阴润大师知晓 所以 阴润大师还不能除 笑笑公主体内的阵法 要如何解 还不快说 而圣光白眉 则是直接对阴润大师逼问起来 呵 可阴润大师 却淡淡一笑 老夫将喵喵公主 融入笑笑公主体内 乃是九魂圣族族长的意思 老夫只是听令刑事罢了 合错之有 但你们若非要觉得 老夫此罪难逃 那你们大可以直接杀了老夫 老夫 可并非贪生怕死之辈 那阴润大师一脸倔强 那个模样 根本就不怕死 你以为老夫不敢 圣光白眉剑眉倒数 那个架势就要出手 可就在此时 楚风的声音却忽然响起 白眉前辈 先收起威压吧 楚风小友 这种人就是欠收拾 对他不能客气 圣光白眉说道 前辈 我只希望喵喵能够安然脱困 其他的都好说 楚风语重心长地 对圣光白眉劝导 楚风起初 对圣光白眉 可是意见很大的 可是现在 圣光白眉 的确帮楚风做了很多事 对他的态度 自然也就有所改观 不管对方是否是真心实意 可起码的确是在帮自己 楚风自然也不应该 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 来俯视这位白眉大人 也就是楚风少侠心善 圣光白眉恶狠狠地 瞪了阴润大师一眼 看得出来他很不服气 不是不服楚风 而是不想这样放过阴润大师 可他还是听从楚风的话 将自己的威压收了起来 还是楚风小友明示里 阴润大师看着楚风淡淡一笑 玄机问道 楚风小友 我若没有猜错 你应该不认得 龙变七重的小背戒灵尸 的确不认得 楚风说道 其实不认得也无妨 老夫知道 楚风小友结界之术 也很出众 也许楚风小友你 就能够帮助喵喵公主 阴润大师说道 我刚刚在拿到那块石头的时候 结界之术的确有所突破 可也只是龙变四重 要我进入笑笑公主体内 我没有把握 楚风如实说道 事关仙喵喵性命安危 楚风也没有隐瞒什么 他觉得自己实力不足 的确不敢贸然尝试 龙变四重的确不行 可龙变七重 其实就可以 而老夫知道一个方法 也许能够让楚风小友 快速地将结界之术进行提升 若是成功 龙变六重应该没问题 若是楚风小友悟性足够强的话 其实龙变七重也有机会 阴润大师说道 有这种方法 听闻此话 楚风也是颇为吃惊 甚至有些不太相信 是有这种方法的 就是有点难 但楚风小友 可以一试 阴润大师说道 老夫若没猜错 阴润大师所说的方法 其实是你九魂天河 诸葛家的那座传承古镇吧 念天道人抢着说道 正是 阴润大师点了点头 念天前辈 那是什么样的传承古镇 楚风赶忙追问起来 毕竟此事 关系倒先喵喵的安危 见状 念天道人 也是为楚风讲述起来 诸葛家 乃是九魂天河 最强的结界世家 传承多年 抵御雄厚 而在许多年之前 诸葛家救了一位外来的戒灵师 那位戒灵师虽然得救 可却是性命不保 他在临终之前 以自己所剩不多的生命 布置一座传承大阵 据说 只要天赋卓越之辈 便可以进入传承大阵 得到他的传承 那位戒灵师 生前实力较强 哪怕他的传承大阵 不能尽数将他的 结界之力传承下去 可却也会收获不菲 那位戒灵师 临终之前曾亲口说过 只要是天赋卓越的小辈 得到他的传承之后 踏入龙遍六重并不难 若是悟性足够 龙遍七重也可达到 只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 诸葛家也是出现不少天才 但却没有一个小辈 能够得到 那位戒灵师的传承 所以 我们要去诸葛家 楚风说道 诸葛家 传承悠久 曾出现了不少了不得的人物 虽然如今实力不如当年 可诸葛家祖辈传承下来的守护大阵 却极为强横 除非半神境 否则难以攻破 而诸葛家 又将那传承大阵 视若珍宝 是绝不可能让外人去接受传承的 所以要想进入那传承古阵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念天道人说道 听闻此话 楚风也是意识到了事情的难度 非半神境 无法破除的守护大阵 那也就是说 哪怕五尊巅峰 也是难以破开了 这 的确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 其实是可以仪式的 可就在此时 阴任大师却再度开口 本章完 第4932章 温柔的目光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密封 老夫听闻 诸葛家的守护阵法 常年开启 非诸葛家血脉之人 无法进入 难道阴任大师 你有潜入诸葛家的方法吗 念天道人问道 倒是没有潜入诸葛家的方法 不过老夫 曾与诸葛家家主 进行过一场 结界之术的比试 当时还压上了一些赌注 而那场比试 老夫有幸赢了 赢得所获得的报酬 就是老夫日后 可以带着一个小辈 进入诸葛家的 传承大阵修炼一次 本来老夫是想着 日后寻得心仪的弟子 带我的弟子前去 只是可惜 老夫这么久以来 始终未能找到心仪的弟子 想来这个机会 留着也是无用 而老夫 将喵喵公主的灵魂剥离而出 虽是听命我 九魂圣族组长的命令 可对喵喵公主来说 的确是一种伤害 老夫心中其实也很惭愧 今日 既然楚风小友 执意要救喵喵公主 老夫愿将这个机会 交给楚风小友 但 虽然可以进入传承大阵 可能否得到传承 却还要看楚风小友自己的本事 诸葛家虽已经落寞 可仍是九魂天河最强的结界世家 诸葛家的结界天才数不胜数 这么多年来 那些天才 几乎都曾进入过传承大阵 但却都是无功而返 哪怕是如今 名声最盛的诸葛飞鸾 曾多次进入传承大阵 但却也都是空手而归 阴任大师说道 诸葛飞鸾吗 楚风倒是听闻过 这诸葛飞鸾 在九魂天河 有两个天才界灵师 一个是公孙家的公孙云天 另外一个便是诸葛家的诸葛飞鸾 当年在黑煞老摩那里 楚风曾与公孙云天交手 虽然楚风获胜 可只论结界之术 当时的公孙云天 其实是远在楚风之上的 至于诸葛飞鸾 他并没有去参加那场招亲大会 所以 楚风并没有见过诸葛飞鸾 但是这诸葛飞鸾 必然不在公孙云天之下 很可能还在公孙云天之上 楚风 你怎么看 念天道人看向楚风 不知三位前辈 可否愿意与我楚风 去诸葛家走一趟 楚风看向念天道人 圣光不语 与圣光白眉 这三位 已经对楚风帮助太多了 可他们毕竟不是楚风的手下 反而是有身份的大人物 他们必然也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处理 总不能一直跟着楚风 所以楚风有些过意不去 楚风少侠 你这说哪里话呢 我们此行就是护你周全 我们一起来 便一起回去 圣光白眉说道 楚风小友 白眉大人的意思便也是我们的意思 圣光不语也是说道 多谢三位前辈 此恩 楚风铭记于心 楚风抱拳道谢 心中也有一种暖意涌现 楚风心在势单力薄 的确需要他们的帮助 如果说先前还觉得 他们是为了讨好自己才帮自己 那么现在楚风的心态早已转变 随后楚风等一行人 便前往了诸葛家 只是九魂天河非常之大 其中有着多个心域 想要前往诸葛家 是需要跨越心域的 哪怕进入远古传送阵 也需要一段时间的路程才行 眼下 楚风等人接在一只银色的小舟之中 小舟乃是念天道人的宝物 在远古传送阵之中 也有着极快的速度 可加快路程 虽在赶路 可楚风也不想浪费时间 他自己布置了一座结界阵法 打造了一个结界世界 进入其中修炼去了 毕竟眼下 楚风不能再贸然使用九中天雷战 必须依靠其他手段 来增强自己的实力 而在圣古所获得的尊敬武技 刚好可以增强楚风的实力 虽说楚风的悟性本身极强 尤其在得到了风神主简之后 悟性更是进一步提升 只论对武技的悟性 少有人能与楚风相比 甚至低段位的武技 楚风只看一眼 就能立刻掌握 但圣古所得 毕竟是高级别的尊敬武技 所以楚风想要掌握 也是需要花费一些时间的 在场的皆是修武者 不止楚风一个人努力 在楚风修炼武技的时候 念天道人 圣光白眉 以及圣光不语 也都在用他们的方法修炼 因为圣光白眉 用微压封锁住了此处 所以也不担心笑笑公主 与阴刃大师逃走 阴刃大师闭目养神 不知是否在修炼 眼下唯有笑笑公主 望着不断掠过的结界空间 若有所思 不知她在想些什么 忽然 一到暗中传音 映入笑笑公主耳帘 公主 你该不会真的想让那楚风 从你的体内 将喵喵公主救出去吧 若真是如此 你的病情会更加严重 可能真的时日不多了 若是公主不想如此 倒也不用惧怕他们 老夫有办法 带着公主逃离此处 这暗中传音 正是来自阴刃大师 笑笑公主 看向阴刃大师 发现阴刃大师 仍在闭目养神 但她能确定 这就是阴刃大师的暗中传音 阴刃大师 之所以能成为九魂圣族 如国师一般的存在 正是因为她的结界之术 出神入化 她可以说是九魂天河最强界灵师 阴刃大师说能带她离开 她也是非常相信的 公主 老夫给了你指引 你顺着这指引回应 他们不会发现 阴刃大师声音再度响起 随后笑笑公主 便真的感受到了一种指引 笑笑公主 也是天才界灵师 顺着指引暗中传音 自然是小菜一碟 阴刃大师 真的能将喵喵安然地从我体内剥离出 且恢复到正常状态吗 笑笑公主回问道 若此行 楚风真能达到龙变七重 那让笑笑公主 恢复并不难 但那传承大阵 哪里有那么简单 笑笑公主对此 还是不要抱有太大期望 而那白美老头的态度 你也看到了 若是楚风无法踏入龙变七重 他们绝对不会放过我们 阴刃大师说道 笑笑公主也是有些犹豫 但沉思片刻后 她还是给出了她的回答 我不想对楚风失信 公主 真情未必能换来真情啊 不过 就依公主大人的意思 阴刃大师叹息一声 便没了动静 笑笑公主 则是看向楚风的方向 如今楚风 在阵法之中 她看不到楚风 可只是看着楚风布置的阵法 她向来冰冷的美眸 都有着别样的温柔 本章完 第4933章 凤培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一番赶路之后 楚风等人 顺利来到了诸葛家所在的世界 这个世界 不仅诸葛家一个势力 而此处的势力 基本都是以修炼结界之术 为主的戒灵师势力 可以说这里 算是九魂天和戒灵师的圣徒 但毋庸置疑 在这个世界上 最强的势力只有一个 那便是诸葛家 实际上 诸葛家也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 楚风等人来到诸葛家领地之外 发现诸葛家的领地 比预想中小了很多 就是一座普通的城池 只是这城池 却有着一重无形的结界 楚风能够感受到 那结界的强横 想必 那便是诸葛家先被留下的 半神之下 无人能破的守护结界了 阴润大师来到门下 直接亮出了自己的身份 诸葛家的人 倒也是 给在阴润大师面子 不仅开启了守护结界 更是派出当家长老 亲自迎接 可以说是给足了阴润大师 和笑笑公主面子 而进入城池的那一刻 楚风也是发现 这城池从外面看面积很小 可实际上 这里面 别有洞天 这城池真实的面积 恐怕是外面所见的几千倍之多 这 便是结界之术的厉害之处了 但能将空间变化 用于现实世界 却更显结界之术的功力 楚风等一行人 被安排在了一个 灰红的大殿之内休息 将他们引入此处后 当家长老便离开了 这偌大的宫殿内 除了服侍的婢女之外 倒是只剩下楚风几人 念天长老 你可知这诸葛家最强者 是何修为 圣光白眉出于谨慎 此话也是暗中传音 但不仅仅是念天道人可以听到 楚风 圣光不语 也同样可以听到 诸葛家最强者 便是诸葛家家主 他的修为在八平五尊 结界之术 是在龙变八重 其实在诸葛家 龙变八重的戒灵师 不止诸葛家家主一位 但八平五尊境的强者 只有他一位 念天道人回复道 他的话 也同样是多人传音 楚风和圣光白眉 以及圣光不语 都是能够听到 若是这样 那就好办了 老夫既然已经进来 他们就没有反悔的余地 圣光白眉此话之意 若是对方赶完手段 他会用武力 让对方臣服 白眉大人 你对诸葛家的守护阵法 并不了解 那守护阵法 不仅仅只是一道结界屏障 还能赋予诸葛家强大的力量 守护阵法若是开启 诸葛家家主 可获得九平五尊的力量 所以在这里 切记不可动武 念天道人说道 竟有这样厉害的阵法 圣光白眉 脸色变得难堪起来 刚刚打好的如意算盘 这么快就落空 他心中自然不太好受 嘎吱 就在此时 店门忽然打开 树道身影走了进来 不仅刚才接待的当家长老在 还有其他多位长老 而为首那位 乃是一位朴素长袍 但却衣着整洁的白发老者 虽说苍老的脸上 布满了皱纹 可却是慈眉善目 看着十分和善 他 便是诸葛家的家主 今天是什么大喜日子 不仅音任大师 与笑笑公主大驾光临 就连念天大师 也是来到我诸葛家 我诸葛家真是蓬壁生辉啊 诸葛家家主进来后 便十分热情地打起招呼 原来他不仅认识音任大师 还认得念天道人 诸葛家主 给你介绍一下 这两位 乃是圣光天和的大人 圣光布与大人 与圣光白眉大人 因任大师介绍道 虽关系特殊 可来十路上也有交谈 他对圣光布与 与圣光白眉 也是有了一些初不了解 哦 圣光一族吗 莫说诸葛家家主 就连诸葛家的其他人 也是开始认真打量 圣光白眉 与圣光布与 毕竟不管怎么说 圣光一族 都是圣光天和统治者 其他家族他们没听过 可圣光一族自然是听过的 甚至他们 还曾与圣光一族的 顶尖强者打过交道 只是眼前这两位 他们之中 并没有人认的 但能与念天道人 还有音任大师 笑笑公主同行 他们也下意识地意识到 这两位应该并不简单 不必拿这种眼神看我们 你们现在还不了解我们 但以后 你们会了解的 圣光白眉说话间 一股淡淡的威压释放而出 这 感受到圣光白眉的威压 诸葛家众人 脸色皆是有所变化 他们显然没有想到 圣光白眉拥有如此实力 八平五尊 他整个诸葛家 也只有家主一人拥有 这样的修为 就算放在九魂天河 也是顶尖存在 他们没有想到 圣光天河 会有这种存在 毕竟圣光悬业 也只是 失敬失敬 诸葛家家主 笑着对圣光白眉 与圣光不语 再度施以毅礼 只是简单的威压 便让他们意识到 如今的圣光天河 已是不容小觑 至于这位小友 一任大师说话间 便要介绍楚风 楚风小友 谁不认得 就不必介绍了 诸葛家家主 笑着看向楚风 楚风小友 在黑煞老魔那里 可谓是一战成名啊 楚风小友可知 黑煞老魔对你恨之入骨 如今正在四处寻你 诸葛家家主 对楚风问道 能够猜到 楚风笑了笑 他在黑煞老魔那里 做了那样的事 黑煞老魔怎么会 轻易放过他 哈哈 楚风小友 果然是有胆识之人 得罪了黑煞老魔 竟也能如此镇定 不过今日一看 楚风小友 的确也是有着 不惧那黑煞老魔的底气 诸葛家家主说话间 看了一眼楚风左右的 盛光不语 与盛光白眉 言外之意 楚风的底气 必然便是来自这两位 楚风小友 老夫好奇一件事 并无不敬之意 只是好奇 诸葛家主说道 诸葛家主请问 楚风说道 老夫想知道 公孙家可是你图的 诸葛家家主问道 公孙家 可是公孙云天所在的公孙家 楚风问道 正是 诸葛家家主说道 公孙家被图了 这样看来 现在他们都认为 是我做的 楚风也是有些意外 他在此之前 可并不知道 公孙家被图之事 毕竟他身在盛光天河 九魂天河的消息 一般来说 他是不会知道的 看楚风小友的反应 便知道此事与你无关 其实关于此事众所纷纭 倒没有定论 但是现在猜测最多的 便是猜测乃你所为 毕竟你与公孙家 冲突最大 且招亲大会结束 公孙家便被图了 这一切确实巧合了一些 诸葛家家主说道 我楚风深正不怕影子歪 做过就是做过 没做过就是没做过 不过我的仇家本来也不少 也不怕多出一两个了 楚风说道 好 果然是有胆识的年轻人 老夫欣赏你 诸葛家家主露出赞赏的目光 但他们并没注意到 谈论公孙家的时候 笑笑公主的目光却是有些回避 诸葛家主 其实我们此次前来 是有事相求的 我也就不兜圈子了 楚风小友 想借用司徒其大人留下的传承大振一用 音任大师说道 他此话一出 诸葛家众人脸色皆是或多或少的有所变化 此处的气氛顿时变得不太对劲 通过这样的反应 楚风等人都能感觉到 念天道人之前所说属实 诸葛家对那传承大振 的确极为看重 音任大师 这样说来 楚风小友是你弟子了 诸葛家家主问道 诸葛家主说笑了 老夫哪有这个运气 能收楚风小友为弟子 音任大师说道 音任大师 你这样就不对了 你这样做 不就为了先前的约定 不是说好 只有你的弟子 可以进入传承大振吗 诸葛家家主说道 诸葛家主 你记错了 我们约定的乃是 老夫可以带任意小辈 并没有说非是老夫弟子 音任大师说道 不不不 老夫记性向来极好 不会记错 必然是音任大师 你记错了 诸葛家家主说道 碰 忽然 店内的茶桌与座椅 瞬间变成了粉碎 圣光白眉 再度将他的威压释放而出 你们这是明摆着想赖账 圣光白眉凝声问道 哄 闷声乍响 宫殿墙壁 都是剧烈一颤 诸葛家家主 也是释放出了一道威压 同样八瓶五尊的威压 两道威压 并没有真的伤人 可却暗中较劲起来 这位大人 此乃我与音院大师的约定 与你圣光一族并无关系 还请这位大人自重 我诸葛家虽不愿得罪人 可却也并非软式子 若是这位大人 想以武力欺压我诸葛家 那可能是找错人了 诸葛家家主的脸上 依旧挂着笑意 可那威压 却是越发凌厉 此时大家都知道 这诸葛家家主 只是看着和善 实际上 却是一只猛虎 诸葛家主 是不是我成为音任大师弟子 就能进入传承大阵 楚风问道 听闻此话 诸葛家家主 将那笑眯眯的目光 投向了楚风 不可 必须真的是音任大师弟子 才可以进入 这是之前定好的约定 若是现在拜师 那便是 为了进入传承大阵 才拜师 并不是真的 想成为音任大师弟子 这便是破坏了约定 诸葛家主说道 此人真是可恨 明摆着就是不让进 此时 就连向来少言寡语的羽沙 都是忍不住咒骂起来 老夫知道 你们诸葛家有守护阵法 老夫今日奈何不得你们 但你若觉得 我圣光一族 还是当初的圣光一族 可以任由你们轻视 那你们便错了 老夫将话放在这里 今日 你们若是兑现诺言也就罢了 若是非要耍赖 我圣古 定要你们后悔 圣光白眉 剑眉倒数 整座宫殿的抖动 都越发强烈 一股寒意 也是席卷开来 他的怒火 已是充斥了整座大殿 感受到圣光白眉的怒意 诸葛家重长老 也是有些慌了 他们已然意识到 如今的圣光天河 与他们了解的 应该已然不同 他们不确定 眼前之人 他们是否可以得罪 就连诸葛家的脸色 也是发生了变化 他终于收起了笑容 目光凝重地重新打量起圣光白眉 只是一番打量之后 他却说了两个字 奉陪 本章完 第4934章 最强小贝界灵诗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奉陪 诸葛家家主此话一出 圣光白眉气得咬牙切齿 可却又不能发作 毕竟他知道 就算动起手来 他也不是诸葛家的对手 所以只能忍着 只是这种气到怒火攻心 却还要忍着的感觉 实在太过难受了一些 他的那个模样 倒是让人有些心疼 毕竟现在不讲理的 并非圣光白眉 而是这诸葛家 是这诸葛家言而无信 诸葛家主 希望你能履行莫言 只要你能让楚风进入传承大阵 我愿将此物赠予诸葛家 就在此时 迟迟没有说话的笑笑公主开口了 他的时候 掌心出现了一颗珍珠大小的 黑色果实 看到那颗果实 楚风以及念天道人 包括圣光白眉皆是 神色一动 诸葛家的人 更是双眼放光 就连诸葛家家主的目光 也是变得精彩起来 但那不是寻常的果实 它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植物香气 明明就是植物果实 可却蕴藏着极为磅礴结界之力 那是一件结界宝物 如果说 修武者增强实力的丹药 是禁药 那么这颗黑色果实 便是能够增强 戒灵师实力的静药 但他的力量远不止如此 总之 他能在短时间内 给予戒灵师极大的帮助 公主大人 您不必如此 诸葛家 本就应当履行承诺 我们无需与他们商量 音任大师此话说完 便看向诸葛家家主 诸葛家主 咱们相识多年 我希望你能履行诺言 否则咱们的关系 也就要到头了 音任大师言辞伶俐 他的态度 第一次变得如此严肃 可诸葛家主 却淡淡一笑 音任大师 咱们的关系都这么多年了 你说这样的话 可就让老夫伤心了 不是老夫不履行诺言 的确是你记错了 我总不能破坏了约定吧 诸葛家主面露为难 但目光最终却落在笑笑公主 手中那颗黑色果实上面 笑笑公主 这颗戒神树黑果 可是世间稀有之物 很难寻找的 你这颗可否让老夫看一下 诸葛家家主言外之意 他要验证一下真假 放心吧 绝对是真的 笑笑公主 将那颗所谓的戒神树黑果 丢向了诸葛家家主 诸葛家家主握在手中 结界之力涌入其内 很快一张老脸之上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笑笑公主果然神通广大 竟能得到此物 诸葛家家主探道 我听闻诸葛家高价寻求此物 但始终未能寻得 我用它来换 楚风进入传承大阵的机会 不过分吧 笑笑公主问道 笑笑公主 我诸葛家的确高价 收过这戒神树黑果 若是笑笑公主 愿意将它送给我 我倒是能给楚风小友 提供一个机会 让他与我诸葛家的小辈 进行一场一对一的 结界之术比拼 若是楚风小友赢了 就让楚风小友 进入传承大阵 若是他输了 那这棵戒神树黑果 老夫可是不会退的 所以 公主大人你考虑一下 诸葛家家主说道 诸葛家主 你若是如此做事 可就实在太过分了一些 明明是你言而无信在先 公主大人不与你计较 还以如此贵重之物赠予你 你竟然还提出这种条件 你是真不将我们放在眼中啊 因任大师目录目役 因任大师 那一次的确是你阴亡 但你记错了约定 这样 下一次若是带你弟子来 老夫会让你的弟子 进入传承大阵的 但是楚风小友不是你弟子 所以与你的赌约 自然不作数 今日楚风小友若想进去 我看在笑笑公主 和这棵戒神树黑果的面子上 可以给她提供一次机会 就是我刚刚说的 让她以结界之术 与我诸葛家小辈进行比拼 若她赢了 说明她有资格进入传承大阵 老夫可以让她进去 你看 老夫说了 是小辈之间的一对一比拼 这是绝对的公平 并没有不合理之处 若是这样还是不愿意 那还算了 公主大人 你这棵戒神树黑果 老夫的确很想得到 但是规矩不能破 您收好吧 诸葛家家主 有些无奈地 对笑笑公主说道 楚风 笑笑公主没有回应 而是看向楚风 要如何比拼 你派谁来 与我比拼 楚风问道 看来楚风小友有兴趣 那 公主大人呢 诸葛家家主 看向笑笑公主 你先将人叫过来 然后说清楚 比拼规则再说 笑笑公主说道 好 来人啊 去将飞鸾叫过来 诸葛家家主高鹤一声 便立刻有人离去 只是此时笑笑公主的脸色 可却变得不太好看 诸葛飞鸾 当今诸葛家最强小辈 她的实力 笑笑公主 早就有所耳闻 若是其他人 笑笑公主对楚风 还都很有自信 可是这诸葛飞鸾 她心中也是没了底 楚风 若是诸葛飞鸾 你一定要小心 诸葛飞鸾的结界之术境界 一直与公孙云天相差不多 但实际上 他们二人曾私下交手多次 每一次都是诸葛飞鸾完胜 诸葛飞鸾 不仅仅是诸葛家的最强小辈 还是我九魂天河 当今最强的戒灵师小辈 她的实力非常之强 所以我想问 你能应对何等境界的诸葛飞鸾 笑笑公主 暗中对楚风说道 我的结界之术在龙边四重 若是比拼战力 我倒是可以勉强达到龙边五重 但结界之术战力 与结界之术本身有差别 我本就吃亏 我若以龙边四重的境界 对抗龙边五重 已是我的极限 若是这诸葛飞鸾 结界之术达到龙边六重 我无论如何 都是无法胜过它的 楚风说道 我明白了 只要诸葛家的规定不过分 诸葛飞鸾的结界之术 又在龙边五重 那我就答应它的要求 笑笑公主说道 她之所以询问楚风 就是商量 是否要答应诸葛家的要求 多谢 楚风已暗中传音 对笑笑公主说道 笑笑公主 的确将些喵喵的灵魂收入体内 但那不是她愿意的事情 并且 现在笑笑公主帮楚风 也是在不于一力 一码归一码地说 笑笑公主现在的行为 的确让楚风很是感激 其实楚风很不喜欢这诸葛家家主 楚风阅人无数 岂会看不出 就是这诸葛家家主 故意不履行承诺的 可是她没有办法 诸葛家有守护结界 并且似乎并不是 很惧怕九魂圣族 这样的对手 实在难缠 若是给予楚风时间 楚风有把握 日后将他们击败 可偏偏 楚风想尽快 就出现喵喵 就算明知对方不在里 却也只能吃了这个亏 很快 那离开的长老回来了 而跟着他一起回来的 还有一名英俊的青年男子 不用介绍 楚风也能猜到 他便是诸葛飞鸾 诸葛飞鸾 倒也是一个有礼之人 他进入此处 便开始一一失礼 不仅仅对英刃大师 和笑笑公主 就连圣光白眉 念天道人 以及楚风 他也是恭敬的失礼 他失礼的态度非常真诚 不像是做样子 而是本身就很重视礼节 所以他留给楚风的印象 倒是不错 楚风一眼就看出 诸葛飞鸾 与公孙云天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于是在诸葛飞鸾 对自己行礼的同时 楚风也是 恭敬的回忆毅力 飞鸾 来告诉大家 你现在的结界之术 在何境界 诸葛家家主对其说道 楚风兄 在下如今乃是龙温及圣陶界灵师 龙变之感 以悟得第五重 不知楚风兄 结界之术在何境界 诸葛飞鸾问道 本章完 第4935章 强大的对手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实不相瞒 我的结界之术 境界不如飞鸾胸 我的结界之术 是在龙变四重 但我的身上掌握着一些手段 勉强可以获得 堪比龙变五重的结界战力 楚风说道 龙变四重 堪比龙变五重 这是什么鬼话 楚风此话一出 众人没有惊讶 反而目露狐疑之色 楚风小友 你这就有些不厚道了 龙变五重 就龙变五重 何必非说自己是龙变四重呢 难道说 结界之术方面 你也拥有逆天战力 倘若真是如此 那楚风小友 还真是天才中的天才 因为这种事情 可是闻所未闻啊 哈哈 此人话语之中 竟是讽刺之词 话落之后 更是一阵大笑 并且与他一起哄笑的 还有诸葛家的很多人 他们虽然口中说 楚风是天才 但显然 并不是太看得起楚风 但楚风没有理会他们 而是看向诸葛家家主 不知 诸葛家家主 想我与飞鸾兄 如何切磋 楚风问道 戒灵师 最当重视的 便当 是对结界之力的掌控 对结界阵法的掌控 今日你们比拼 就只是结界之术的对决 不可用至宝 不可借助外力 也不可召唤戒灵 就是单纯的 运用结界之力来比拼 诸葛家家主说道 戒灵师之所以叫戒灵师 乃是因为戒灵才是戒灵师最强助力 戒灵师的比拼 不可以召唤戒灵 这也叫公平 我早就听闻 诸葛飞鸾主修 结界阵法 对戒灵并不上心 依我看你这规则 就是为诸葛飞鸾而定 根本就不公平 孝孝公主发出质疑 孝孝公主大人 规则由老夫来定 若是公主大人觉得不满意 或者楚风小友觉得不满意 老夫是不会改的 现在退出切磋 还来得及 诸葛家家主 笑眯眯地对孝孝公主说道 你继续说 此时 楚风说道 诸葛家家主的蛮不讲理 楚风早就见识过了 他不想与其纠缠 对于这种人 讲道理是讲不通的 只能用实力让其屈服 为了以防作弊 你们需要进入此物之中 此物乃可防止你们偷偷使用宝物 可以保证绝对的公平 诸葛家家主说话间 一只透明的玻璃碗 出现在其手中 随后他冲着大殿的空地随手一丢 玻璃碗便落在了地上 落地之后 看着脆弱的玻璃碗 不仅未碎 且还增大了几万倍 并且一道结界门 也是自玻璃碗之外浮现 且实际上 此碗内部的空间 可远比外面看到的 要大得多 显然 这是一个空间宝物 楚风率先踏入其中 在其中感受了一下 才走了出来 他是故意的 因为刚刚 诸葛家家主说了 不可以使用结界至宝 可楚风提升结界战力 除了自身的结界血脉外 九龙圣袍 也是其中之一 九龙圣袍乃是至宝之链 若是九龙圣袍的力量不能使用 楚风也就没必要与诸葛飞鸾交手了 他 绝对不是对手 但庆幸的是 楚风进入其中 发现九龙圣袍的力量可以使用 而他从中走出 诸葛家众人脸上 也没有丝毫一样 说明他们也都没有察觉到 楚风身上有结界至宝这件事 怎么样 楚风小友 你愿意接受这样的切磋吗 诸葛家家主对楚风问道 可以 楚风说道 虽然楚风印下了 可诸葛家家主 却并没有立刻宣布切磋开始 而是看向了笑笑公主 公主大人 你的意思呢 楚风的意思 就是我的意思 笑笑公主说道 公主大人 刚刚说的可能不够清楚 老夫再重复一遍 若是楚风输了 诸葛家家主话还没说完 笑笑公主便开口了 无论胜负如何 那颗戒神术黑果 都归你了 但若是楚风赢了 你诸葛家需要履行诺言 让楚风进入传承大阵 你若再敢食言 就不是你与应任大师的事 而是你诸葛家 与我九魂圣族的事 笑笑公主说后面这句的时候 那双眉眸之中 也并发出了一抹冰冷 放心放心 我诸葛家向来言而有信 诸葛家家主黑黑一笑 随后对诸葛飞鸾使了一个颜色 楚风兄 请 诸葛飞鸾率先踏入那空间宝物之内 而楚风也是紧随其后地踏入其中 楚风兄 需要给你时间 布置阵法吗 见楚风进入 诸葛飞鸾没有直接动手 而是对楚风询问道 不用了 我们直接交手吧 楚风说道 楚风兄 来者是客 你先请 诸葛飞鸾客气地伸出手掌 示意楚风先出手 他在出手 他 倒是很有君子风范 得罪了 楚风说话间 双掌叠加 一道结界法印捏出 哄 哦 与此同时 大地震战 磅礴的结界之力 便如潮水一般 自楚风体内喷涌而出 结界之力喷涌的同时 更是化作一只巨龙 向诸葛飞鸾撕咬而去 那巨龙栩栩如生 宛如真龙一般 明明只是结界之力 可其所散发的威势 却是达到了五尊敬 这小鬼 楚风这一出手 原本一脸轻松的诸葛家众人 顿时变得认真起来 正所谓行家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他们都是戒灵师 岂会看不出其中的门道 楚风释放出的结界之力 是纯粹的结界之力 释放之前 没有过任何修饰 而能如此快地 形成完整的阵法 便是楚风 对结界之术的掌控力了 震盾 就在楚风出手之后 诸葛飞鸾单手捏绝 随后右手冲着虚空一挥 哄 同样磅礴的结界之力 释放而出 那结界之力释放之后 也是瞬息之间 就化作一道阵法 那是一道透明的屏障阵法 宛如一道巨大的玻璃 却封锁了四周的空间 那屏障阵法 几乎阻挡住了 攻向诸葛飞鸾的所有空间 想要碰到诸葛飞鸾 就必须将那巨大的屏障击碎才行 哦 眨眼间 楚风的巨龙阵法 已是来到了那屏障阵法之前 可并没有立刻挥动 龙爪击向屏障阵法 而是一个转身后 巨大的龙口猛然张开 呼 那巨龙口中竟喷出吐息 那吐息的威力 比起肉身还要强横 阵中阵 好手段啊 看到这一幕 盛光不语 都忍不住拍手叫好 不愧是楚风少侠 盛光白眉 更是看得喜笑颜开 仿佛已经忘记了之前的不快 可是很快 他的笑容便凝固了 他惊恶地发现 楚风巨龙阵法喷出的吐息 明明那般强横 可落在诸葛飞鸾那屏障阵法上面 那屏障阵法 竟没有任何破损 反而那屏障阵法 开始以极快的速度 向楚风压迫而去 就连巨龙阵法 与屏障阵法接触之后 也是净显挣扎 不断挥舞的龙爪 同样无法伤及屏障阵法分毫 糟糕 此时 莫说旁人 就连楚风心中也是大惊 楚风发现 诸葛飞鸾的结界战力 以及结界之术 都非常之强 那看似寻常的屏障阵法 实际上攻防一体 十分强大 若是任由其压迫而来 莫说自己的巨龙阵法 会被压成粉碎 自己也必败无疑 虽说 楚风依靠结界血脉 九龙圣陶 强行将结界战力 提升到堪比龙变五重 可实际上 只是战力接近 结界之术方面 楚风实际上 还相当于停留在龙变四重 现在楚风 完全是靠着结界战力 来与龙变五重的诸葛飞鸾交手 之前遇到的戒灵师较弱 楚风都能轻松应对 可这诸葛飞鸾太强了 他不仅结界战力本身不弱于楚风 他的结界之术 更是十分精湛 他 乃是真正的戒灵师天才 面对这样的诸葛飞鸾 楚风简直找不到抗衡的办法 难道我今日要败在此处 本章完 第4936章 必败局面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难道我今日要败在此处 不 我不能办 忽然 楚风眼中涌现出一抹决意 紧接着 他双手叠加 不仅磅礴的结界之力 一重一重地不断自其体内释放而出 如果说 那结界之力是千军万马 楚风便是掌控这千军万马的主宰 一眼望去 十分威风 哦 紧接着 就连那巨龙阵法也开始蹦碎瓦解 巨龙阵法并非是被诸葛飞鸾的屏障阵法摧毁的 而是楚风自己瓦解的 瓦解之后的巨龙阵法 在楚风的调控下 化作残存的结界之力 涌向楚风体内 紧接着 磅礴的结界之力 竟开始向楚风体内收缩 虽然没有了磅礴结界之力的加持 可楚风却显得更为神圣 若仔细看 便可以发现 在楚风的身上出现了结界铠甲 但那结界铠甲并非一层 竟然有着足足一百多层 并且还在不断增加 若只是结界铠甲倒也罢了 偏偏每一道结界铠甲 都再是一道可以增强实力的结界阵法 而这些阵法并不冲突 反而相辅相成 这小鬼 对结界之术 竟掌控到了如此地步 在场的都是戒灵师 自然是都看出了楚风阵法的玄机 楚风的结界铠甲 是将结界的力量 加持在自己身上 单单一道的威力 远不如刚刚的巨龙阵法 可是偏偏可以不断地叠加 眼下这一百多道铠甲阵法 威力就已经超过了巨龙阵法 并且 还在以极快的速度 继续叠加 眨眼间 楚风身上叠加的铠甲阵法 就已经有了两百多道 好强 看着楚风的手段 就连诸葛飞鸾 也是目露敬佩之色 身为戒灵师 他又岂会不知道 楚风这样的手段 是会对身体造成损害的 所以 也是有极限的 普通戒灵师 能叠加三十道 已是极限 能够叠加一百道的 便已是天才 可是转眼间 楚风已经从两百多道 叠加到了三百多道 并且 楚风身上的阵法 还在继续叠加 这也让他对楚风产生了好奇 他想看看 这样叠加阵法 究竟多少道 会是楚风的极限 飞鸾 你还发什么了 一道催促的声音响起 是诸葛家家主 他不仅催促 眼神还十分灵力 甚至有着几分怒色 这样的催促 也让诸葛飞鸾的目光 有了变化 他不再以看戏的模样 看待楚风 而是开始变得凝重 楚风兄 得罪了 哄 诸葛飞鸾双掌向前一推 那屏障阵法 便向楚风冲击而去 见状 楚风也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脚步向前一踏 携带一身的多重阵法 向那屏障阵法反掠而去 此时 众人皆是睁大眼睛 不想错过二者这一次的阵法对决 哄 转眼间 楚风已来到了屏障阵法之前 楚风双掌轰出 轰鸣四起 与那屏障阵法 轰在了一处 尽管楚风这一掌 使得屏障阵法 剧烈颤动了一阵子 可是楚风并未能攻破屏障阵法 且也未能挡住屏障阵法 屏障阵法 仍在继续向楚风所在的方向推动 这样下去 楚风很快便会被推到那空间宝物的边缘处 会被硬生生地挤压住 那样一来 楚风也就等于是败了 他竟然还在不阵 但很快人们发现 楚风哪怕已经出手 可他身上的铠甲阵法 仍在不断叠加 尽管叠加的速度变得缓慢了一些 可却已然来到了四百刀 最可怕的是 仍在积蓄 楚风小友 不必苦苦支撑 你不是飞鸣的对手 还是认输吧 认输 并不丢人 楚风的手段虽然惊人 可诸葛家家主却不以为然 反而出言嘲讽 但是他的嘲讽 也并非没有缘由 楚风的阵法 虽然还在叠加 他的力量不断增强 可是对那屏障阵法 还是没有任何办法 那屏障阵法太强了 尽管楚风再不断变强 不断进化 可是这就像是 一只不断进化的螳螂 就算进化得再快 进化得再强 又怎么与一辆钢铁战车相抗衡 楚风的手段虽然惊人 可在众人眼中 他的败局似乎早已注定 这诸葛飞鸾 还真是名不虚传 眼看着 楚风不断后退 就快要 被那屏障阵法 逼到空间阵法的边缘处 圣光不语 虽然看得心急 可却也是忍不住发出感慨 身为戒灵师 他看得出来 楚风的结界之术十分精湛 寻常的天才 都无法与楚风相比 可是诸葛飞鸾 同样是十分了得的 戒灵师天才 若楚风也是龙变五重 他们二人自然可以一较高下 可实际上 楚风的结界之术 是龙变四重 差了足足一品 这无法战胜诸葛飞鸾 也是情理之中 但若是寻常对手 楚风也许就赢了 只是奈何他的对手 并不寻常 而是九魂天河 最强戒灵师后辈 诸葛飞鸾 楚风小友 认输并不丢人 难道非要被击败 才肯罢休吗 那样 你不觉得难堪吗 眼见着楚风 就要被逼到 空间阵法的边缘处 那诸葛家家主 再度开口 可楚风 却依然没有说话 眼下 楚风身上的铠甲阵法 叠加得越来越慢 不过距离五百道 结界阵法 却依然非常接近 哄 就在靠近空间边缘处时 楚风的脚向后一蹬 他是想以肉身 来与屏障阵法 进行最后的抗衡 可大家都知道 这是没用的 楚风之前 都无法抗衡 现在也是无法抗衡 笑笑公主 将头扭了过去 这样的揪心一幕 他不忍去看 不想看到 楚风像肉饼一样 被那屏障阵法挤压在边缘处 哄 可突然 一声巨响传来 下一刻 众人皆是大跌眼镜 楚风他 竟真的以肉身 将屏障阵法拦了下来 飞鸾 此次切磋 关乎我诸葛家声誉 你若要手下留情 丢的 可不仅仅是你自己的人 而是我诸葛家的人 见状 诸葛家家主 对诸葛飞鸾怒声训斥 他看得出来 楚风从始至终 使用的都是结界之力 并没有一丝武力出现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觉得楚风的 不可能挡住 屏障阵法 必然会被挤压下去 眼下楚风 居然挡了下来 他觉得 必然是诸葛飞鸾手下 刘秦所致 本章完 第4937章 江氏作诀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密封 家主大人 我并未手下留情 而是楚风兄 他的力量 突然变强了 诸葛飞鸾说道 而他此话一出 人们才注意到 那屏障阵法 在微微抖动 仔细观察之后 众人脸上金蓉更浓 诸葛飞鸾 的确没有手下留情 他催动屏障阵法的力量 始终如一 只是眼下 的确被楚风挡了下来 是楚风的力量 突然增强了许多 强大到 已是能与屏障阵法 抗衡的地步 用尽全力 诸葛家家主催促道 见状 诸葛飞鸾双手握紧 法觉产生变化 随后 那屏障阵法 竟从透明之色 变成了黑色 如果说 之前的屏障阵法 如同玻璃墙体 那么现在屏障阵法 便像是一道铜墙铁壁 而他的威力 也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翻了足足三倍不止 好强 原来诸葛飞鸾 真的没有使尽全力 一个小辈 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布置出如此阵法 看到那屏障阵法 如此变化 盛光不渝 眼中的敬佩之色更浓 他还从未见过 一个后辈 能将结界阵法 施展到如此程度 轰 突然 轰鸣乍响 那变化后的屏障阵法 已是向处风 发动了冲击 可是令人惊愕的一幕发生了 哪怕那屏障阵法 威力提升了三倍有余 可却仍然无法撼动处风 什么情况 这一刻 莫说其他人 就连诸葛家家主 以及诸葛飞鸾 都是目露不解之色 他们都很清楚 这一次诸葛飞鸾 没有在手下留情 可如此强横的屏障阵法 又怎么可能被处风挡了下来 呵 就在众人不解之际 处风嘴角掀起一抹冷笑 嗡 紧接着 处风身上光芒大圣 如同明日降临一般 哪怕隔着那空间宝物 也是次的众人难以直视 唯有使用特殊手段 才能看得清楚 那是 而仔细一看 诸葛家众人的表情 变得十分难看 处风身上叠加的阵法 不仅达到了五百道 并且正在相互交融 五百道铠甲阵法 正在化作一道铠甲阵法 这道铠甲阵法 比之先前的五百道 威力提升了足足十倍不止 当铠甲阵法发生变化之际 处风的姿势也是发生了变化 只见处风左手 依旧以手掌支撑 可是右手却是有掌画拳 随后大喝一声 给我破 此话乍想之际 处风右拳 已是猛然轰出 轰 这一拳落下 那钢铁一般的屏障阵法 以处风拳头为中心 一道巨大的网状裂痕浮现 障眼法 这是障眼法 处风小友从一开始 布置的就不是叠加阵法 而是一道极为强悍的结界阵法 只是他 故意以叠加阵法的方式来迷惑众人 但这样一来 却是大大的增加了布阵难度 处风小友 对结界阵法的掌控 还要在诸葛飞栏之上 圣光不语十分激动 原本坐在座椅上的他 此时都已是站了起来 甚至 他那苍老的身躯 都是微微颤抖 并非恐惧 并非害怕 而是因为兴奋 这是 他从未有过的兴奋 毕竟眼前这位天才 可是出自 他圣光天和 不仅是他 圣光白眉与念天道人眼中 同样漫视 兴奋与自豪 哄 而就在此时 楚风又是一拳轰出 哗啦啦 这一刻 那满是裂痕的屏障阵法 再也无法阻挡 被楚风一拳轰成粉碎 紧接着 楚风的身影 如流星一般 直奔诸葛飞栏而去 转眼间 楚风已是来到了诸葛飞栏进前 但是楚风的拳头 并未轰向诸葛飞栏 而是在他的面门前停了下来 飞栏兄 你若认输 这场切磋到到此为止 楚风对诸葛飞栏说道 他早就看出 诸葛飞栏并不坏 反而十分友善 先前切磋 已是多有相让 对于这种人 楚风也愿意点到为止 可谁曾想 对于这样的楚风 诸葛飞栏没有一丝恐惧 反而在其眼中 涌现出了一抹惭愧 楚风兄 你的结界之术在我之上 我诸葛飞栏不如你 但今日一战 我诸葛飞栏背负着家族声誉 我必须赢 楚风兄 抱歉了 诸葛飞栏向后退了一步 紧接着双手抱拳 对着楚风施以鞠躬大礼 哄 下一刻 诸葛飞栏体内 便并发出了更为强大的结界之力 那结界之力 如潮水一般 将楚风吞噬 随后直接将楚风 从那对决的空间宝物内丢了出来 诸葛飞栏 你 被丢出空间宝物 楚风看向诸葛飞栏 心中五味杂陈 因为他知道 面对诸葛飞栏的刚刚的力量 以结界之术来说 他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他 已经败了 可是 他败的并不甘心 诸葛飞栏 你好是baby 紧接着 一阵怒骂响起 乃是圣光白眉 不仅圣光白眉满面怒容 圣光不语 应任大师 笑笑公主 皆是满面怒容 就连向来沉稳的念天道人 也是面露不悦 按照刚才的情况 楚风不可能败 因为已经没有时间 给予诸葛飞栏 布置更强大的阵法了 诸葛飞栏 之所以能够顺心扭转战局 乃是因为他此时 所散发的结界之力 根本就不是龙变五重 而是龙变六重 诸葛飞栏 欺骗了众人 他 并非龙变五重 而是龙变六重 飞栏 你的结界之术 竟然突破了 你可真是没有 让老夫失望啊 楚风等人愤怒至极 诸葛家家主 却是一脸狂喜 他那高兴到 手舞足蹈的样子 就好像诸葛飞栏 真的是在刚刚突破的 结界之术 但诸葛飞栏的脸上 不仅没有一丝喜悦 反而走出阵法空间后 再度对楚风失以毅力 他十分惭愧 而他的惭愧 也让大家都清楚 诸葛飞栏的结界之术 绝对不是刚刚突破的 他就是故意隐瞒的 故意射套 让楚风与他切磋 这从一开始 就是一场楚风必输的对决 诸葛家主 真要僵尸做绝吗 笑笑公主 看向诸葛家家主 美丽的眼眸之中 寒芒四射 面对这样的目光 诸葛家的长老 都不敢与其对视 毕竟这位 可是九魂圣族的笑笑公主 本章完 第4938章 蓝袍之人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公主大人 老夫心里知道 今日之事公主大人 以及楚风小友 还有诸位大人 定会记恨老夫 记恨我诸葛家 可老夫也没有办法 传承大镇 乃是司徒其大人所留 上任家主临终之前 曾嘱咐于我 一定要守住司徒其大人留下的一切 尤其是传承大镇 非我诸葛家人 不可踏入 老夫 也是没有办法 诸葛家家主此话说完 冲着外面挥了挥手 殿门打开 只见数位诸葛家之人 守在门外 此时更是整齐地走了进来 他们手上皆是端着托盘 托盘掀开 皆是宝物 楚风小友 我诸葛家是在事有苦中 今日多有得罪 还请见谅 这些 当作 是老夫对你的补偿 诸葛家家主看向楚风 他的脸上终于流露出了一抹歉意 竟然连道歉的物品都准备好了 诸葛家家主 从一开始 就计划好了一切 你这是做什么 打一巴掌 给个甜草吃 你觉得我们 缺你这些破东西吗 这一次站出来的 并非圣光白眉 而是圣光不语 且圣光不语此话说完 大袖一挥 哗啦啦 那些端上来的所有宝物 全部被掀翻在地 诸葛家主 你如此轻视 我天和之人 是会有后悔的 圣光不语这句话 是咬牙切齿说出来的 诸葛家主 你我的交情到此为止 既然你做事如此不计后果 那也就别怪我了 音任大师也是开口了 公主大人 楚风小友 白眉大人 我们走 音任大师此话说完 便向外行去 至于楚风等人 虽然心中有气 可却也知道 留在此处吵闹 没有任何用处 吵闹解决不了问题 虽然不爽 可碍于诸葛家的守护阵法 他们也只能带着一肚子闷气 离开了此处 家主大人 真要如此吗 这可不像是你平日里 所教我的 诸葛飞鸾丢下这句话 也不带诸葛家家主说话 便负气离开 看得出来 隐藏修为 并非诸葛飞鸾本意 今日圣之不武 他也是心中有气 家主大人 那楚风果然是天才 圣光一族的 好像也不太好惹 笑笑公主和音任大师 更不用说了 我们今日得罪的 可都不是寻常之辈啊 诸葛飞鸾走后 诸葛家众位长老 也是上前说道 他们的脸上 也终于露出了担忧之色 唉 老夫又岂会不知 我今日之举 树敌多少 可你们刚刚看到了 那楚风的结界之树如此了得 他的结界之树天赋 完全在飞鸾之上 若真的让他进入传承大阵 司徒其大人留下的传承 真的被他所得 那可怎么办 诸葛家家主问道 那楚风的确厉害 只是家主大人 那传承大阵 飞鸾曾踏入多次 都是未能得到传承 楚风只踏入一次 也不可能得到传承吧 有人说道 让那楚风踏入传承大阵 无异于事再赌 就算他输的可能性更大 可是他输得起 而我们 输不起啊 诸葛家家主此话说完 看向手中之物 那 正是刚刚从孝孝公主手中 所得到的戒神树黑果 无所谓了 反正我们也要离开九魂天河了 就算得罪了他们 日后也不会再见了 只要能守得住祖宗留下的基业 就算愧对良心 也是值得 诸葛家家主此话一出 那些长老的目光皆是有所变化 他们反而有些心疼诸葛家家主了 外人可能不了解 可他们都知道他们的家主大人背负着怎样责任与压力 此时 楚风等人已经离开了诸葛家 阴任大师为首 正在向来时的远古传送阵行去 我劝你一句 你别想溜 我们虽然我们拿诸葛家没办法 但是对你还是有办法的 忽然 一道声音响起 是盛光白眉对阴任大师的警告 白眉大人 你心中有怒 发泄在老夫身上何用 老夫又何尝不是一肚子的怒火 阴任大师回道 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盛光白眉说道 呵 听闻此话 阴任大师则是淡淡一笑 紧接着 一道暗中传音 涌入楚风 以及盛光白眉同行之人的耳帘 诸葛家不仁在先 也就莫怪我 阴任不意在后 楚风小友你放心 那传承大阵 我必然会让你进去 他此话一出 众人皆是神色一动 就连孝孝公主也不例外 阴任大师 你还有办法 孝孝公主问道 莫要声张 诸葛家的人 正暗中观察我们呢 我们先用远古传送阵离开此处 再与你们细说 阴任大师此话一出 就像是一颗定心丸 落入了楚风等人心中 原本垂头丧气的众人 顿时打起了精神 他们都能感觉到 阴任大师 不像是在说笑 随后 楚风等一行人 进入了远古传送阵 他们刚刚进入远古传送阵 远处的天空之上 便三道身影浮现 为首的是一个灰发老者 他的身后 站着两名中年男子 而他们都是诸葛家的长老 长老大人 他们前往藏宝繁界了 我们要不要跟着他们 其中一位较为中年长老 对为首的灰发长老闻道 不必 不要小看了他们的手段 在我诸葛家的领地 他们不敢如何 但若是离开这里 那倒霉的 可就是我们了 况且 他们也并非我们最需要提防的 我们现在的任务 是守在此处 若有风吹草动 立刻向家主大人禀告 为首的 那位灰发长老说道 嗡 可忽然 远古传送阵的出口处 出现了多道身影 那是 身穿蓝色长袍 头戴蓝色发官的人 而他们的蓝色长袍 不仅相同 并且不是寻常的长袍 乃是一种特殊的戒铃长袍 长老大人 您快看 他们好像是 那位青年长老 说话间拿出了一幅画卷 画卷上 是一套蓝色的服饰 而画面上那服饰 与传送阵出口处 那些蓝袍人所穿 一模一样 本章完 第4939章 诸葛家生辩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就在诸葛家长老 认真打量的时候 那群蓝袍人之中 一个怀中抱着白猫的女子 却忽然抬头 刚好将目光 锁定在了诸葛家三位长老的身上 哟 这该不会是诸葛家的人吧 那女子长相妩媚 可此时的笑容 却十分邪美 糟了 快去通知家主大人 那位灰发长老脸色大变 说话间便要转身离开此地 想走 见状 那黑发女子却冷然一笑 随后只见其双眸 突然从黑色变成了灰白色 哇 下一刻 虚空之上的三位诸葛家长老 便化作了石像 从空中坠落而下 紧接着 这数位蓝袍人 便一同动身 以极快的速度 向诸葛家的方向飞掠而去 楚风等人 进入远古传送阵后 并没有向新玉主界行去 而是向附近一个较近的新玉行去 现在可以说了吗 圣光白眉问道 不瞒诸位 我窥探诸葛家 一物已是许久 碍于与诸葛家家主的关系 才迟迟没有动手 但其实老夫 多次进入诸葛家 早就暗中布下了一座传送阵法 老夫布下的传送阵法 可以穿过诸葛家的守护结界 让我们潜入诸葛家 音任大师说道 音任大师 你所言属实 那传送阵法 真的有效 楚风追问道 那传送阵法 只能使用一次 老夫还未试过 但绝对有效 诸葛家刚刚派人暗中监视我们 想必你们也有察觉 所以我们必须假装离开 我们现在 先到附近的藏宝帆界 藏宝帆界虽然距离诸葛家很近 可是本身也是借铃师聚集的地方 他们应该也不会起疑心 我们进入藏宝帆界 便立刻通过其他传送阵 回到诸葛家 音任大师说道 就算我们能够潜入诸葛家 我们能够不被他们发现吗 毕竟他们 有着那样厉害的守护结界 圣光不语 提出了质疑 老夫既然能够布下 穿过那守护结界的阵法 自然也就有逃避他们侦查的方法 音任大师自信满满 随后 他们便按照音任大师的计划行事 到达那藏宝帆界后 便立刻向诸葛家所在的世界返程 只是这一次出来的时候 他们不仅是从另外一座 稍微较远一点的远古传送阵出来的 他们还在出来前 就用阵法隐藏了身形 随后在音任大师的引路下 他们来到了一座平原之上 从平原之上 向地底深处遁去 很快 他们便在地底深处 发现了一道结界传送门 这结界传送门十分隐秘 若不是音任大师引路 他们绝对不可能发现 这道传送门 而看到这传送门那一刻 楚风等人 皆是下意识地看向了音任大师 如果说 之前对于音任大师所说的传送阵 他们还有一些质疑的话 那么当看到这传送门的那一刻 他们的质疑皆是减小大半 只是看到这传送门 便知道 这传送阵的不简单 这传送门 并非单纯的结界之力 而是以稀有材料为根基 那材料难得就难得再 具有传送的力量 这样的材料 楚风还是第一次见到 诸位 将它披在身上 紧接着 音任大师取出几件斗篷 分别递给了楚风等人 那斗篷乃是棉麻材质 看着有些破旧 可是斗篷握在手中 楚风等人便都察觉到了 这斗篷的厉害之处 这斗篷只能使用一次 但效果极佳 看好了 我这个法觉 用它来催动斗篷 音任大师 便开始捏动结界法觉 法觉很慢 可随着他一句震气 他便消失在了原地 根本察觉不到任何气息 消失得彻彻底底 你可别逃 就在此时 盛光白眉释放出了威压 封锁了这片天地 他是害怕音任大师 借机逃脱 呵 可紧接着 却传来了音任大师的笑声 白眉大人莫慌 这斗篷有相同之处 按照老夫刚才的法觉捏动 你便可以找到老夫 音任大师此话说完 楚风等人便赶忙照做 震气之后 他们皆是能够感受到 自己被强大的隐藏之力覆盖 可是偏偏 刚刚已经彻底消失的音任大师 却浮现在了他们面前 只是眼下 他的形态有些虚幻 并非完整的模样 不仅仅是他 楚风所见到的盛光不语 盛光白眉 念天道人 以及笑笑公主 都成了这个样子 这必然 就是那斗篷的特殊作用 此时 音任大师手中 拿出了一把结界钥匙 那结界钥匙 同样十分独特 但是这结界钥匙 却需要融合一番才行 前辈 那刻远古戒魂时 你有观察吗 可以特别之处 楚风在此期间 已暗中传音 对念天道人询问道 观察过了 作用与这音任大师所说相近 除此之外 并未发现其他特殊之处 楚风 你是早就发现 这音任大师不简单 所以很不相信 他对吗 念天道人 也是以暗中传音 对楚风问道 虽然没有难为音任大师 可其实从一开始 楚风就对音任大师很有戒心 之前只是不相信他 但没想到他手段如此厉害 他只是不想逃 不然我们根本困不住他 我也不知道此人 是不是真心要帮我们 楚风说道 早就听闻过音任大师厉害 今日一见 比我预想的还要了得 此人 的确虚放 念天道人说道 防 当然要防 音任大师并没有从一开始 就把所有事情说出来 是被诸葛家摆了一道之后 他才说出了 他在诸葛家内部布置传送阵法的事情 虽然他现在是在帮助楚风 可是他之前布置传送阵法 到底是要做什么 楚风等人并不清楚 总之 音任大师的实力以及行为 都有一点捉摸不透 这种人 让楚风有一种不安之感 与这种人为伍 可不是什么好事 可是没办法 楚风等人现在 还真就只能靠他 嗡 一阵微光亮起 音任大师终于将那结界钥匙融合完毕 结界钥匙刚刚插入结界门 结界门便发生了微弱的变化 但所有人都知道 那结界门刚刚乃是关闭状态 而现在才真正地开启 随我来吧 音任大师说话间 便踏入了结界门之内 见状 楚风等人不敢怠慢 敢忙就跟了过去 从传送阵法出来的时候 他们果然已经进入了诸葛家 出来的地方 附近就有诸葛家之人 可诸葛家之人 不仅看不到楚风他们 连他们的结界门都看不到 这让楚风等人安心下来 说明音任大师的隐藏手段 非常有效 只是很快 楚风等人便察觉到了不对 此时诸葛家的氛围 极为不对劲 不仅有人负伤 并且大批人马在长老们的指挥下 整齐列队 那个模样 分别是在集结兵力 本章完 第4940章 司徒借灵门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诸葛家这是做什么 该不会集结兵马 是要追杀我们吧 圣光白眉的语气 十分嘲讽 他当然看得出来 诸葛家现在遭遇的情况 与他们无关 但是看到诸葛家这如灵大敌的样子 他却觉得出了一口恶气 诸葛家家主那般对待他们 他巴不得有人狠狠地教训一下诸葛家 看这反应 情况似乎有些严峻 咱们刚走 诸葛家就迎来了大敌吗 音任大师 你可知诸葛家有何大敌 楚风问道 并未听说过诸葛家有何大敌 非要说的话 便是公孙家 可是先不说公孙家 不是诸葛家对手 主要公孙家已经灭族了 音任大师说道 这还不简单 抓一个人过来问问即可 圣光白眉说道 白眉大人 咱们莫要打草惊蛇 他们有何矛盾 与我们无关 别忘了我们的目的 也许 这刚好是我们的机会 音任大师的意思 自然是不要参合这件事 反而趁此机会浑水摸鱼 借机潜入传承大阵 跟我来吧 我们直接去传承大阵 话吧 音任大师便开始引路 途中 他们遇到了不少结界屏障 但是音任大师 却是早有准备 所有结界屏障 在音任大师面前 都是不足为惧 并且他轻车熟路 简直对诸葛家的路线 简直了然于凶 在音任大师的带路下 楚风等人终于见到了 那所谓的传承大阵 只是传承大阵 与楚风想象的有些不同 首先 那道结界门 看着 就十分寻常 只看着结界门 看不出他会通往多么了得的地方 且那结界门 是旋立在一座墓碑上面的 而那墓碑也十分普通 就像是平民百姓的墓碑一般 这样普通的墓碑 本不该出现在诸葛家 这样强盛的家族之中 毕竟这不符合这种强大家族的风范 只是看到墓碑上的名字 便会知道 为何这结界门 旋立在这墓碑之上了 墓碑上面 刻写着五个大字 死图奇之墓 但眼下 楚风只是看了一眼 那传承大阵 便将目光投在了其他地方 因为 在这传承大阵外 还聚集着数道身影 这么多人聚在此处 显然眼下 他们是没机会进入传承大阵的 并且眼前的架势 明显不对 诸葛家家家主 以及刚刚宫殿内的所有长老都在这里 诸葛飞鸾也在 但是除了他们外 还有更多的人马聚集于此 无论是老一辈 还是小辈 无一例外 都是诸葛家的精锐 诸葛家的阵势十分了得 可是他们 却是严阵一带 许多人都目露惊慌 尤其小一辈 眼中惊慌更浓 之所以如此 自然是因为 站在诸葛家对面的那些人 但相比于诸葛家浩浩荡荡的精锐人马 他们的人数 显得势单力薄 他们总共 只有三十一人 这三十一人 身上皆是穿着蓝色长袍 头戴蓝色发官 其中一位 是小辈 这名小辈 长得其实很普通 可他保持一种一种 高高在上 舍我其谁的姿态 就宛如他是神灵 而诸葛家的众人皆是凡人 哪怕诸葛家家主 也只是一介凡人 他那高傲自负的模样 与诸葛飞鸾随和儒雅的样子 形成了鲜明对比 除了这个小辈之外 剩余的蓝袍人 大多数都是老者模样 一看就是活了上万年的老怪物 但是为首的 却是一名身材妖娆 长相妩媚的女子 这名女子并非小辈 恐怕年龄也有几千岁 但她不仅相貌十分年轻 且风韵犹存 尤其那双眼睛 明明是黑色 可却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而她的怀中 还抱着一只白色小猫 那小猫十分乖巧 可楚风第一眼就看出 那白色小猫的特别 最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蓝袍人 他们不仅服饰相同 腰间还挂着相同的令牌 令牌上面 写着司徒借灵门五个字 司徒借灵门 该不会与那司徒岂有关系吧 笑笑公主 看向阴润大师 毕竟此处 最了解一切的 便是阴润大师了 噓 先别说话 静观其变 阴润大师已暗中传阴 对楚风等人说道 诸葛家家主 终于肯来见我了 不过 你诸葛家 居然在暗中集结人马 难道 还要与我们抗衡不成 那为首的蓝袍女子 一边打量着自己的指甲 一边淡淡地开口 根本都没有正视诸葛家家主 不仅姿态尽显示 与其同样尽显轻蔑 这位大人 您误会了 我们怎敢与大人交手 只是大人先前出手 便伤了我诸葛家之人 我们诸葛家之人 有些紧张 也是难免的 不过 既然诸位大人 来自司徒界门 那自然不是敌人 只是不知 诸位大人来我诸葛家 究竟所为何事 还请大人告知 诸葛家家主的态度十分客气 尽管他故作镇定 但还是能够感受到他的恐惧 所为何事 你既然知道司徒奇 是我司徒界临门之人 难道还不清楚 我们来此事为何事吗 自然是要收回司徒奇 留在这里的一切 为首的蓝袍女子说道 大人 是要将司徒奇大人 留在此处的传承阵法 收走吗 诸葛家家主问道 是这座传承阵法 虽是是司徒奇 自愿留在你诸葛家的 可是司徒奇本身 便属于我司徒界临门 我司徒界临门 自然有权利 收回他留下的东西 但是司徒奇生前 也是为我司徒界临门立下 诸多功劳 我们也会尊重他的意愿 不过前提是 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资格 留下司徒奇的遗物 问 话到此处 那蓝袍女子 忽然将怀中的白色小猫 丢入半空 碰 那白色小猫来到半空 竟然爆炸开来 爆炸之后 其体内释放出白色的气焰 快速地向四面八方扩散而去 眨眼间 那白色气焰 已是化作一座 长达十万米的巨型宫殿 浮在了这诸葛家的上空 如楚风所料 那白色小猫 不过是伪装而成 它并非真正的生命体 实际上乃是一件节节至宝 而这节节至宝的名字 也是一眼便映入眼帘 宫殿墙壁为透明的 里面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可宫殿墙门上方的牌匾 却并非透明之色 那是一块红色的牌匾 牌匾上面 赫然写着 小辈戒斗垫三个字 这传承阵法 乃是司徒齐留给后辈的 你诸葛家 派出一个小辈 来与我司徒戒临门的小辈切磋 若是能赢 就说明 你们有资格留下司徒齐的传承 这传承阵法 自然可以留下 但你们若是败了 便说明 你们没有资格得到司徒齐的传承 这传承阵法 我们自然是要收走 话到此处 蓝袍女子对身后那位 司徒戒临门的小辈 使了一个眼色 见状 那名小辈 便立刻走了出来 在下司徒勾跃 还请赐教 那名小辈嘴上的话语 虽然客气 可是他的语气并不客气 而他的神态 更是始终高傲 最主要的是 他说话之时 结界之力也是释放而出 而那结界之力的威势 竟然堪比无凭武尊 感受到这股气息 莫说诸葛家众人面露难堪 就连楚风这一伙人 也是颇感意外 毕竟堪比无凭武尊的结界之力 乃是龙变七重 而诸葛家最强的小辈诸葛飞鸾 也只是龙变六重 这叫诸葛家 如何应对 这根本不用鄙视 因为诸葛家毫无胜算 本章完 那是龙变七重